第2761张西荒暴图 一天后 韩非他们已经变成了六人队伍 正在朝着宝锤山地出发 举是韩非的错觉 他觉得渡神谷地的出宝率太高了 自己这才走了两处宝地 就出现了两件造化灵宝 而且品级相当高 关键是 他暂时都没动用航海万象仪 宝锤山地虽然神灵遗留之宝相对较少 只有两件没有被挖掘 但韩非也不准备放过 然而 此刻的宝锤山地 已经成了血色弥漫的杀戮之地 一伙儿32人的巨扣强者 正盘踞在此 热人狂和一个凶狂大汉 一个身披瘦皮的女子 一个儒雅男子 正坐在一口大锅面前 大块朵仪 里面煮着的 是一只骨腰巨像 此刻已被踢骨 锅内肉相似意 光滑流转 而在乐人狂的身边 正飞舞着一把黑色长刀 光滑流转 而在外围 数千人环绕在宝锤山地附近 在一片战场之中 28名巨扣强者 正在逾300余名 古妖族强者 疯狂厮杀 扑 有人持斧 一斧头展报一个古妖族强者 面目争鸣 放声大笑 古妖族的废物们 你们就这点手段吗 有人扛着一双 堪比自身大小的流星锤 美美锤落 宛若星辰坠落 此刻身上鲜血淋漓 都是沾染的敌人之血 有人一双铁拳 宛若领宝 开山猎石 撕碎各色大树 凡被其进身者 无一人能挡住他三合之敌 那个所谓的古妖族第一战将 此刻也赫然处于这狂暴的战斗之中 然而 卫裂逍遥神榜的他 竟然只能勉强拖住一个匪扣而已 却听羊战怒火中烧 西荒匪扣 而等安敢屠入我古妖族强者 你们这已经不是在夺宝了 扑吃却听那正抓着骨头在啃食的女汉子笑出了声 白痴 杀的就是你古妖族 而恶人狂则伸手在身旁的黑色战刀上屈指一弹 只听当的一声 声音传荡出去 只听恶人狂喝道 宝锤山地的灵宝已经出事 你们怎么不过来抢啊 怎么 海界天交难道都如你们这般废物吗 灵宝出事都不敢抢 很多围观者 面色凝重 四在犹豫 有人相互传音 这斩神扣未免有点太嚣张霸道了 三十个人对阵三百余人了 竟然还跟我们挑衅 有人道 你懂什么 大家现在只是在等 等这些人不知 斩神扣的确是厉害 但在墙也有一个底线 他们不可能如此无休止地战斗下去 有人附和 不错 没必要现在上去和斩神扣死磕 那样与命的概率有点高 也有人回应 你敢上吗 这帮西荒匪徒可不是什么善男性女之辈 死在他们手下的亡魂 不知几何 也有人异动 你们难道没发现 这群匪徒的战力在持续下滑吗 连战五日 他们已经撑不住了 有人则道 等 等他们真正历劫 开始冲阵 那会他们定是强弩之末 到时候我等诸强一并出手 斩神扣必灭 此刻 场间正在战斗的古妖族强者 便是向来强势惯了 来到宝锤山地 发现有人霸占山头 直接出手 结果碰了个稀碎 不只是古妖族 还有无数大实力强者也抗争过 区区数日光景 被斩掉的不知反几 越人狂对面 那儒雅男子道 少债主 如今已经第五天了 虽然老许他们都是逍遥境 但毕竟实力被压制 而且不间断的持续战斗 终究还是会疲累 不等乐人狂说话 旁边那正在啃食肉快的大汉 则瓮声说道 还能打三天 儒雅男子 如果这里朱强全面围攻呢 大汉 可扛半日 那女汉子催了一口 少债主还没出手呢 越人狂笑呵呵道 如果这些人够硬气 不急生死冲杀 最多一个时辰就能冲垮我们 可惜 一群乌合之众 我等的人还没到 再等等 儒雅男子 少债主 若想再拖时间长一点 也不是不可以 比如 您适当的出手一下 震慑群敌 正好也适时这柄宝刀 女汉子 少债主其开得胜 越人狂丑了一眼战场 微微点头 嗯 也是时候了 正在吃肉的大汉 健壮抬起头来 咧嘴大笑 哈哈 少债主既然要出手 那索性借此出事吧 儒雅男子微微一笑 那是自然 算算时间 少债主也该出事了 渡神谷地之后 整个海界当之少债主之名 女汉子则笑道 还有我这个债主夫人 越人狂呵呵一笑 缓缓起身 淡淡道 以前啊 我就想和非一样 人前险胜 展露绝世风采 本想着等他来了 让他看看的 可惜了 女汉子道 不可惜 他看不见 是他运气不好 越人狂微微一叹 只见他单手提起 那柄黑色长刀 脚踩虚空 踏出山头 吼 嗷嗷嗷 少债主终于要出手了吗 哈哈哈哈 少债主终于还是忍不住了 嘖嘖 此后天下皆知少债主之名 乱世出巨匪 唯我少债主事也 正在憨战的群匪 之所以接连憨战五日 等的就是这一刻 他们当然知道自己 不可能接连战斗 十天半个月的 但他们在期待 亲眼见证恶人狂的崛起 可谁知道 他们硬生生凭借 骁勇的战斗姿态 压住群敌五日之久 怎么了 那个胖子似乎要出手 为何那些西荒汉匪如此兴奋和激动 斩神扣的少债主 到底有何不同 在墙部也就是个开天境大圆满呢 能强到哪里去 只听恶人狂声音平和 笑呵呵的说道 大家回来吧 下面的 交给我了 是 少债主 一时间 正在激战的28名巨扣七七应声 然后纷纷停手 但古妖族强者觉得这些人好不容易被打至如此疲惫的状态 怎能放过他们 却听杨战低贺一声 一个都不要放过 这些人都是地尊敬强者 若能以意覆灭 便可重创斩神扣 然而 随着杨战话音一落 就看见正纠缠匪扣的一只古妖龙蛇 突然间身体僵住了 在他的身后 不知道何时尽出现了一个黑色空洞 下一刻 却见了人狂的身影 在前一刻才刚刚跨出山头 下一刻便从那黑洞中走出 一刀斩过 那古妖龙蛇 神魂寂灭 而后 便看见恶人狂提刀 身后黑炎焚空 黑炎在其身后化身一尊无面无香的黑色巨人 刀起 道运涌来 刀落 黑炎笼罩 无视虚空距离 扑痴 一头古妖天虎 感受到致命危机 震魂神气飞出 然而只听卡擦一声 震魂神气瞬间破碎 那人整个被斩 神魂都还没来得及出逃 就被那黑炎锁住 只短短数息就被焚烧殆尽 阳战见状 爆喝一声 都退开 让我来 却见阳战的身上 战意汹涌 此间诸强汇聚 恶人狂这样的强者 显然是不出事的强者 就和那王涵一样 实力强大 却默默无闻 与此等强者交战 才是真正的历练 只见恶人狂呵呵一笑 四刀 阳战莫名愤怒 大言不惭 阅人狂脸上还挂着淡淡的笑容 一刀斩出 似乎无边煞气 席卷天地 阳战豁然色变 直接换出金刚巨猿 两者在煞气冲刷之下 被震退百里 阳战在喝 融合 杀声道 只见阳战果断和金刚巨猿融合 体型暴涨数倍 手中一根金刚长棍 刺出如枪芒 似乎无穷战役加持 有人悍然 这是阳战的杀念合一之术 他曾凭此数 连败五大神榜强者 怎么这么快就涌出来了 抱锤山地的山头上 那手里拎着骨头的大汉 咧嘴笑道 跟我们斩神扣比杀翼 这小子怎么想的 有退回来的大扣不禁摇头 这人是不是也太小觑少债主了 就这 有人叹道 逍遥神榜 徒有虚名啊 只见 恶人狂健壮 笑呵呵道 杀念啊 这种东西 难道不是用来震慑人用的吗 你用它来打架 恶人狂只是随意挥手 虚空中便浮现出一片尸海遍野 荒无寂寥的兄弟景象 不少人只觉得耸然一惊 心下害人 这人是斩杀了多少人 刀意中才能具现出如此可怕的景象 杨战也是怂然一惊 直觉自己的杀翼被寸寸碾碎 自己曾引以为傲的力量 在这等几乎让人窒息的力量下 根本没有任何抵抗的余地 扑吃 杀翼粉碎 杨战被斩爆了半截身体 这是第二刀 便是在那一刻 古妖族无数强者 纷纷冲杀而至 快 我等联合断后 你们带杨战少主走 然而 恶人狂依旧笑呵呵道 没用的 我三刀没斩完呢 就在恶人狂即将斩出第三刀的时候 就看见一只大葫芦飞铃 上面张玄玉正在挥爪 胖子 胖子 恶人狂闻言 不禁朝着来者所在方向看去 这一看 没一个认识的 不过 跟自己喊胖子的 嗯 除了他们还有谁呢 顿时 恶人狂咧嘴一笑 随着他一步跨出 场间 出现数百黑色大洞 那些大洞仿佛凭空出现一般 留下来断后的古妖族强者 或是那正试图强行带走 杨战的强者 只觉得身体忽然僵硬起来 下一刻 他们便看见 那吸住自己的大洞 有人从中走出 那人赫然就是两刀重创 杨战的恶人狂 只见 战场中 数百个黑色大洞里 都走出了一个恶人狂 都提着一柄黑色长刀 刀起 刀落 噗噗噗 只见数百人直接被刀芒免碎 神魂祭灭 这时 恶人狂的声音才悠悠传来 第三刀 群星祭灭 卧槽 嘶 乍时间 围观者纷纷惊呼 实在是这一幕的冲击力太过巨大的 一个开天静大圆满 在同一个时间 一下子对三百多名铜镜强者出手 这特么认真的吗 就是杨战 都浑身悚然 他同样被吸住了 不过 他和旁人不同 他身上有造化灵保护体 恶人狂的第三刀 被一件造化玉盾给挡住了 越人狂撇了撇嘴 脸色有点发黑 还挺厉害 深蓝吞噬 杨战虽然挡住了恶人狂的第三刀 但吸住他的那个黑色大洞 忽然间疯狂的扩大起来 仿佛一张深渊巨口 想要将杨战连人带领保给吞没了进去 只见古妖族三百余人 有近百人勉强抵挡住了那一刀 但最后只有七八个人 勉强扛过了黑洞吞噬 卧槽 脚狂狂这么厉害 张玄玉都惊了 这已经不能用厉害来形容了 简直就离谱 韩飞微微皱眉道 不是这家伙多厉害 而是深蓝吼和那个古怪的大洞 从小我们就看着这家伙 用这大洞吸人 但那会远远没达到吞噬别人的程度 这世上哪有之吞不吐的 所以肯定是这家伙 发现了这黑洞的妙用 凤语 不管是因为什么 但这实力也的确很强了 咦 这群人 是斩神寇吧 此刻 斩神寇那边 一群大寇纷纷大笑 赵寨主威武 赵寨主所向无敌 赵寨主出手 必须神榜第一 老子这些年就没见过 比少寨主更有天赋的人了 那破神榜强者 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这世上 在开天尽大圆满 就能一口气震杀这么多同辈的 唯有少寨主一人了吧 而正为着火锅的三人 则纷纷朝着远空飞来的大葫芦看去 大汉 那就是少寨主要等的人 女汉子 九尺大环刀 西荒的人 如亚男子 凤凰神族的凤语 那个拿九尺大环刀的 应该就是最近名头很大的 那个所谓的这野火狂刀帮的帮主 此次在西荒一直隐忍 结果一转眼成了凤凰神族的女婿 也是够传奇的了 只是 她和少寨主是什么时候相识的 女汉子 是她 应该是少寨主来西荒之前相识的吧 此刻 古妖族被斩了许多人 韩非知道这十乐人狂再刻意报复呢 越人狂淡掉的这些人 虽然不能让古妖族伤惊动骨 但是这三百多强者 可都是有望帝尊的 死了这一批 哪怕古妖族家大也大 但至少也会肉疼 这边 恶人狂一口气淡掉近三百人 着实吓了不少人一跳 刚才谋划着要群起而攻之的人 此刻全都静默 然而 就在此刻 一边突起 差点陨落的羊战 发出低吼 而等 该死 作为古妖还算得有排面的天骄 底牌还是有的 却见一道强者虚影浮现 反手一击 搅动虚空 捏碎了黑洞 哼 一道连衣震荡开来 一下子将数三百余黑洞全部扭曲 越人狂不禁喷口一口精血 反手拎着长刀 朝那虚影斩去 身后瞬间浮现一片火海 第四刀 满眼狂刀 越人狂没有畏惧 这明显不是开天静大圆满的力量 只见他身后整片火海蝶涌入那黑色长刀 一连破碎数十重震荡联漪 可惜 那虚影的实力明显超出了 渡神谷地的限制规则了 吹炸了 越人狂皱眉 这已经不算是洋战了 力量也超出了自己的战力极限了 只见 虚空中一下子涌出无数规则锁链 扣向那虚影 但那虚影也不傻 立刻就卸掉了所有的力量 这使规则锁链 只是浮空 并未在出手 顿时间 斩神扣众人 纷纷起身 那女汉子抽出长刀就准备杀上去 有人喝骂 这小子作弊 弄死他 但是 有人比他们更快 只看见 一道枪影破虚而至 宛若天外刺下的神锥 砖破一重又一重虚无屏障 刺向杨战身后那虚影 杨战反手一抬 挡住枪盲 枪身几乎完全弯曲 枪尖都快和枪尾重合了 通当神魂之力顺着枪盲涌入 那虚影的半个手臂都被炸毁 似乎是预料到来者 和乐人狂不好对付 那虚影竟主动融入杨战体内 顿时间 杨战身上 气机暴涨 其实力似乎一下子翻了三四倍 不是杨战不能再变强了 而是再变强 此间规则会直接判定他的绝对实力 远超开提及大圆满 并会直接对他出手 乐人狂见来者用枪 就知道来人是谁了 只听他喝道 玉啊 你变丑了啊 放屁 是你变胖了才对 乐人狂 我受过 哭啊 便在这时 只看见天上地下一道璀璨而炙烈的刀芒 横跨千里 轰然斩下 其中刀翼 凛然天地 这凶狂的模样 再联想到张玄玉 恶人狂焉能不知道 这人就是韩非 不过 为等乐人狂说话 就听韩非喝道 浩天斩星刀 第八是 雪刀灵天 斩神寇不少人 瞳孔微微一缩 这一刀很强 特别是那只洋火源 寻常大圆满 根本不可能挡住这样的一刀 斩神寇的儒雅男子 微微皱眉 我研究过野火狂刀 他们帮主何时有了这等气势 女汉子 不过此人还挺狂猛 挺适合加入我们斩神寇的 儒雅男子微微摇头 毕竟是一帮之主 怎么可能轻易干为人下 就是不知道他何时与少帮主结交的 那魁吴汉子则道 那用枪的又是哪个 看起来实力也相当不俗 他也是开天境的神榜之姿啊 女汉子 少帮主说他有几个兄弟 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 此刻 纵然杨战被附体 实力攀升 但韩非走极道之路 依旧比他强 只要对方还在开天境这个境界内 就不可能超越自己 轰猛杨战被整个砸得轰入山体之中 张玄玉枪芒如雨 直接将那座山体轰出一重一重连衣 就像是有一只无边大手在反复拍击那座山头一般 越人狂同样欺身上前 深蓝吼融合 一刀将那山体展开 杨战的低吼声在身体中响起 众人只见他三次想突围 但每次都被轰了回去 那无数围观强者 此刻直接就看猛了 这和打群架有什么区别 这就好比 四个人打架 一个人不小心被打躺了 另外三个人不依不饶 拎着钢管板砖来回轰 现在杨战的情况就是这样 哪怕借用了很强大的力量 但此刻还是被轰得连爬都爬不起来 那场面看起来相当暴力 渡神谷地乃蛮荒大地 地面厚实难以动穿 可在三人接连不断的轮番轰击之下 山体崩碎 被砸进山体的杨战 硬生生被轰到熄火 大葫芦上的凤心流扎呼道 我来也 凤心流刚飞出去 就被凤羽一把给拽回来了 凤心流着急道 放开我 去晚了就打不到了 便在此刻 那杨战突然爆起 但韩非三人早已有所预料 杨战当欲腾起 韩非直接一个虚空道 树被他的力量盗走 跟着三人又是一轮狂轰烂炸 终于 杨战被碾碎 而那山头 不仅被碾平 还凹陷出一处巨大的不规则深坑 有人无语 西荒暴徒 这三人不用说了 肯定都是西荒暴徒 有人感叹 西荒的人都是疯了吗 四处挑衅 斩了这么多股妖族 就不怕被报复 有人痴笑 你报复一个我看看 这都是出了名的匪寇 到现在我也没听说过 谁敢去凶神谷报复匪寇的 有人道 十万年前 荒谷神族一役 凶神谷就被打击过 自那之后 西荒匪寇危机 消停了三万年 也有人道 那时人家躲起来了 不参与那事 不过 这次西荒匪寇做的的确过分 怕是要被针对了 杨战已经被活生生打没了 三人这才罢手 相视一下 彼此搂在一起 哈哈大笑起来 张璇玉 胖子 好样的 早就看这股妖族不爽了 韩非 小狂狂 这里有领宝出事了吗 瑞人狂身手一招 一柄黑色长刀出现 诺 就这个 夏品造化灵宝 韩非撇了撇嘴 就出了一柄 月人狂 就出了一柄啊 怎么 你有感觉了吗 韩非摇头 并没有 就在韩非话音当落 忽然间 刚才被韩非轰没了的山头的隔壁 有金光冲天而起 这还没有 月人狂和张璇玉都无语地看向韩非 然而韩非则一脸猛逼 我真的啥也没感觉到啊 呲 又有领宝出事 无数人激动起来 纷纷破空而去 下一刻只见一块青铜碎片 盘旋而起 飞临虚空 青铜碎片 传说中的青铜碎片 快抢 第2762章青铜碎片 韩非他们还一脸猛逼 那东西显然不是领宝 然而 凤宇却给韩非传音 小师弟 快抢 此物一定要拿到 韩非神色微变 虽然不知道这青铜碎片是什么 但显然是个了不得的东西 抢 韩非报和一声 已经冲天而起 张璇玉和乐人狂相继出手 乐人狂不忘喝道 斩神寇 抢青铜碎片 同时 乐人狂报吼一声 这宝锤山地 我斩神寇站了 谁敢抢碎片 便是与我斩神寇为敌 乐人狂本以为 之前几天 斩神寇的可怕已经深入人心 自己连古妖族一众天骄都斩了 何况他们这些人 然而 恶人狂喊话后 只有少数人犹豫了 但大多数人依旧冲天而起 他的威胁 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简的 青铜碎片的吸引力 超出了他们对斩神寇的畏惧 斩神寇虽强 但人数毕竟有限 只见 斩神寇众 包括纳儒雅男子 全都冲天而起 而那儒雅男子低喝 少债主 此物一定要得到 此物或关联 渡神古地的隐秘 一时间 两千余强者 追逐青铜碎片而去 他们相互之间并没有争斗 因为打架只会耽误时间 那青铜碎片 自出世那一刻 也并未亡在场的任何一个人手中钻去 而是不断地避让众人 并试图朝着渡神古地深处飞去 急速度之快 似乎根本不该是开天静大圆满这个层次的人可以得到的 韩非喝道 凤宇 我祖敌 你抢碎片 在开天静大圆满这个境界 韩非已知的 凤宇的速度是最快的 哪怕自己开天静大圆满的时候 最极限的速度也只有42倍光速 距离50倍光速还是有差距的 好 揪 却见火黄腾空 直接朝着青铜碎片追去 靠天斩星刀 第六是 星河流淌 只见 星河流淌 环绕周身 最后化作巨大的陀螺 韩非一路狂卷 拦截在半途 无数天骄见状 抱贺一声 他只有一个人 轰碎他 揪羞羞 抓刷刷 漫天大树 如潮水般倾泻 饶是韩非实力很强 但毕竟是在开天静大圆满境界 面对如此铺天盖地的大树或者是神树 也仅仅撑了三秒 巨型陀螺就被轰碎 越人狂自然是再次施展出了他的黑色大洞 但这一回 那大洞 仿佛天开巨口 浮现在众人头顶 试图一下子牵着柱树千人 果然 此间众人的速度变慢 但一人之力何以与千万人敌 仅仅撑了两秒 恶人狂就遭受反噬 口中鲜血狂喷 张璇玉众人出枪速度极快 但是他不可能每一道枪影都达到神树级别 所以在乐人狂遭受反噬的那一刻 张璇玉也遭受精神反噬 三个人 撑有五秒 拦住了的有八成强者 而这时 斩神扣三十一人若虎入羊群 气血冲天 杀意弥漫 赶伤少债主 而等简直不知死活 杀 之前那吃火锅的壮汉 爆吼一声 星辰满牛 无极冲锋 只见 那壮汉身后 仿佛有无边牛群 横空冲击 撞入人群 沿出法随 花火飘零 那儒雅男子 身手结印 虚空中突然冒出成片的火焰花朵 砰砰砰 接连不断的爆炸声 大大的降低了众人冲击的速度 而那斩神扣唯一的女汉子 战力相对变弱了些 但手中狂刀连斩 似乎和之前乐人狂用的是同一种刀法 都是满野狂刀 可即便如此 还是有些人 有特殊手段 爆发出了几乎超过50倍光速的可怕速度 这一点韩非并不意外 当初他使用的一叶扁周 一次性逃跑神器 就可以让自己暂时拥有近百倍光速 当然了 那时候没有境界限制 不过这样的宝贝 并不算少 不同的是 他们得用上那等一次性神器 才能将速度提升到超过50倍光速的层次 但凤雨人家本来就拥有50倍光速 可问题是 当大家速度都很快 都超过青铜碎片的时候 速度再快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呜呜呜却见 火黄背上 笛声响起 婉转悠扬 随着那笛声的在虚空震荡 那些正想以大树轰击凤雨的人 全都莫名失神 竟然全都放下了攻击 这是造化虚神笛的止杀选音 此笛响起 可驱散战役 神灵之下 若为此意 将遭音律震杀 而追逐而来的这些人 大多数人全都停止了攻击 内心中似乎还有感动 仿佛自己听到了世间最美妙的声音 然而 有心致异常坚定之人 强行咬破舌尖 试图抗衡这种敌音 可跟着 环绕着他的悬音 突然狂躁 那人只觉得神魂发胀 而终极是诡异悬音 啊 碰有人强行抵抗玄音 结果却被玄音碾碎 除了追击凤雨的那些人停止了攻击 包括正在冲击韩非他们的人 包括正在大杀四方的斩神扣 也都莫名放弃了攻击 只听韩非喝道 斩神扣重 不要抵抗玄音 碰碰碰在一连莫名自爆了近四五十人后 终于没人出手了 他们似乎意识到了这音律的可怕 只要生出抵抗音律的意志 便会遭受音律震杀 抓着时 凤雨一把捞到青铜碎片 韩非拉着张璇玉和乐人狂 朝火皇暴退而去 斩神扣 女汉子喝道 少债主 与人狂回应 你们自行寻找机会 后面一段路我自己走 抓刷 在大家都没法产生战役的情况下 凤雨的速度立刻就变成了最快 几人回到火皇之上 立刻早就朝着一个方向 远顿而去 呼张璇玉和乐人狂大口喘息着 张璇玉惊呼道 果然不愧是上品造化领宝 这笛子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 越人狂 上品造化领宝 怪不得 我说我的战役 怎么瞬间就被抚平了 韩非笑道 得亏你被抚平了 你要是抗衡敌音 恐怕这会儿都炸了 凤星流和凤青城两人 此刻看的是目瞪口呆 这种级别的战斗 他们俩根本都没有出手的机会 凤星流更是瞪大眼睛 莫名其妙队伍里又多了个人 而且还是西荒三大寇之一的斩神寇少债主 越人狂不禁回头招九英灵看去 有些茫然 九英灵放下笛子 朝乐人狂微微欠身 人狂师兄 说起来 九英灵也是在暴徒学院带过的 所以叫乐人狂一声师兄道也没什么 你是 张玄御守搭在乐人狂的肩头 小九 小九 九英灵 乐人狂面色古怪 看向韩非 只听韩非道 惊讶什么 你自己不也从西荒过来了吗 说完 韩非介绍道 这位是凤凰神族的凤羽 以及凤星流 凤青城 这位是乐人狂 我兄弟 现在在斩神寇当少债主 说着 韩非怪异的看向乐人狂 心说这小子怎么就成了少债主了呢 凤星流似乎对乐人狂极为好奇 不由道 那个 你们斩神寇 还收人吗 乐人狂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收啊 必须收啊 咱们三大寇 简直横行西荒 啪 就见凤羽一巴掌拍在凤星流脑袋上 你什么条件啊你 还加入窄神扣 三天没到你就得被人拔光了鸟毛 串在了烧烤架上 说完 凤羽拿出那块青铜碎片道 这是第八块 众人一脸猛逼 只听韩非道 什么第八块 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啊 韩非眼中 并未出现任何的信息 这也意味着这东西根本就不是灵宝 来历连练妖狐都看不出来 只听凤青城道 此物可以充当钥匙 但一共有九块碎片 在诸神时代的时候 九块碎片曾汇聚过一次 或许在更早的时候也汇聚过 但没有历史记载 九块青铜碎片会相互产生感应 并试图合一 届时将会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 啥不可思议的事情 韩非几人齐齐问道 然而 凤青城却摇头 这个我不知道 点击中没有记载 不过 加上这一块 渡神古地目前一共出现了八块青铜碎片了 另外七块 恰好我们凤凰神族有一块 其他几块分别在奇迹森林 太古神院 古妖族 飞仙楼 神妖林 神都皇室 韩非 这意味着 还差一块 渡神古的将有大事发生 那这东西怎么会跑到宝锤山地 不是说那是神灵渡劫之地 遗留宝贝的地方吗 凤青城 这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青铜碎片的出现 绝对不是偶然 韩非 那要是这一次第九块碎片不出事呢 这东西是不是就是废物 凤青城微微点头 如果本次渡神古地期出现这一块的话 那么的确没什么用 凤青流不禁砸巴着嘴巴 合着 忙活半天就抢了快废铁回来 凤宇 也不能这么说 这东西看机缘 有和没有完全是两个概念 虽然在典籍中没有记载九块青铜碎片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在那次渡神古地之行中 出现了一件造化之宝 造化之宝 韩非和乐人狂不由得惊呼出声 这就牛逼了啊 那可是和无巨之门一个级别的宝贝 自己到现在为止 也就见过造化时中和无巨之门两件造化之宝 顿时 韩非眼睛就是一亮 好东西 而凤宇话还没说完 只听他继续道 除了出现了一件造化之宝外 那次渡神古地之后 千年内接连出现了十位神灵 扑 啥 神灵 十位 一时间 韩非 张玄玉 恶人狂 全都是面面相去 即便是九英灵 谋中也泛起了金光 凤宇见他们目光闪烁 不由道 当然了 那个时候 渡神古地的实力上限不是开天境大圆满 而是长生境 众人 韩非直接就翻了个白眼 你这下回说话 能不能一次性说完 凤宇嘴角微微勾起 就算现在的渡神古地不能造神 那也不代表无法让我们更进一步啊 韩非此刻 自然已经心动 对于旁人而言 第九块青铜碎片可能只能凭借运气才能找到 可他有航海万象一样 这意味着 只要他愿意 可以精准地寻找到第九块青铜碎片所在的位置 但是 他没必要现在去找青铜碎片 一旦第九块青铜碎片出现了 青铜碎片之间产生共鸣 自己等人自然就得去面对那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可是 这度神宝地 还有诸多一宝 自己明明可以找得到 那为什么不找 之前在洪荒水泽的时候 韩非之所以没有使用航海万象仪 自然是因为怕挖得太过精准 毕竟 很多人都守在那里 人多眼杂 还都是见过失面的 航海万象仪的秘密未必不会曝光 但是 好在自己一行的运气都还不错 虽然自己并没有得到领宝 但是凤星流 九英灵 乐人狂都得到了 也是狠赚了 出了入口附近的九大宝地 才是航海万象一正式登场的时候 却听凤宇道 现在外围的九大宝地 已经没有探索的必要了 普通的开天境 其实也难以短期内跨越这九大宝地的范围 但这地图上 现在还记载着的宝地 还多达上百个 去哪 还是个问题 凤宇正寻思着 就看见韩非直接掏出了航海万象仪来 凤宇 张玄玉他们倒没什么惊讶的 看着就行 凤星流则扎呼道 咦 这不是你那个航海仪吗 只听韩非道 我这件航海仪 只能我们几个人知道 凤星流 你可得把嘴巴闭言实一点 凤星流耸肩 就一件航海仪而已 我也没必要去说啊 然而 韩非却嘴角微微勾起道 他将地图摊开 然后淡淡开口道 哪里有造化之宝 航海万象一并没有动 众人看得一脸猛逼 心说你玩呢 这玩意还能锁定造化之宝 咋不上天呢 韩非微微皱眉 难道渡神古地没有造化之宝了 韩非又道 凤宇的机人在哪 翁 在凤宇目瞪口呆的眼神中 只见航海万象一开始转动了起来 仅仅数息时间 只针便落在了一处名为荣言古道的地方 凤宇 这 你这航海仪 能测算机缘 韩非 不 他可以指向一切我想指的地方 凤宇都傻了 凤星成更是惊呼道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宝贝 那第九块青铜碎片岂不是 韩非 不错 我可以轻松找到第九块青铜碎片所在 但没必要 渡神古地不过刚刚开启而已 凤星流震惊道 不是 你开玩笑的吧 就一个航海仪 你不说这只是个神器吗 韩非 我说你就信 凤宇连忙看向荣言古道这处地方道 这荣言古道所在之地 新年强者渡劫失败 深陨当场 再落五件宝贝 但记载上显示四件宝贝都被找到 你确定我的机缘在这 韩非 确定 张璇玉开口道 非啊 你能算出我在哪能得到上品造化领宝吗 韩非嘴角微微勾起 我倒是可以试试 但问题是上品造化领宝出事 你真能得到才行 说完 韩非又道 张璇玉在哪里能引动上品造化领宝 嗡 在众人震撼的目光中 航海万象一再次转动了起来 最后名字落在了音乐神坛这个地方 呲 非啊 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韩非 你觉得我像是开玩笑的人 凤卿城震惊道 音乐神坛 乃音乐女帝度节之地 成神后 音乐神女赛十二件领宝于世 至今 已有八件出世 其中包括一件上品造化领宝 张璇玉 那也就是说 那位音乐神女留了两件上品造化领宝下来 韩非 只可能是这样 凤星流连忙道 我呢 我能在哪里得到上品造化领宝 你 韩非摇了摇头 最后给你试一下 凤星流 完了 韩非看向了人狂 小狂狂 你想问什么 月人狂挑了挑眉 我能不能问一下 在哪能瘦下来 韩非顿时脸都黑了 一天之内 只能用三次 你这不浪费吗 月人狂微微一叹 那我想问 哪里能找到七和我修行之路的机缘 韩非点了点头 然后将恶人狂的话问了一遍 果然 航海万象一再次指向 最终落在了一处名为黑沙之眼的地方 那是一处已经被完全探索完的地方 可以说是无人问津之地 韩非 好了 今天的次数用完了 只能等到明天 凤鱼眼皮挑了挑 你这航海仪哪里弄的 若有此等逆天之能 岂不是能笔及造化至宝 韩非 从功能上来说 是这样 我不知道那九块青铜碎片凑到一起会发生什么 但是 我觉得在他们凑到一起之前 我们的实力可以再提升一个层次 若是我们人人都能获得一件上品造化灵宝 凤鲜流激动到 那就无敌了 简直可以横推渡神谷地 然而凤青城则道 不能这样 如果我们人人都能拿出上品造化灵宝 我们一行人必然会被怀疑拥有什么寻找灵宝的秘法 其次 会被针对 哪怕出了渡神谷地 也必然会被针对 一个正常的势力 拥有一件上品造化灵宝 就能缔造一个大型势力了 拥有三件 可算是超级势力了 我们加起来 若拥有七件 凤鱼不止 小青城你还是太天真了 人家有上品造化灵宝 会跟你说吗 每个势力 都会有底牌 上品造化灵宝的确很强 但这不代表人家就没有 单纯靠造化灵宝 还支撑不起一个超级势力 不过 如果我们人人都有上品造化灵宝并展现出来 的确会有很大的麻烦 韩非也点头道 但也不能放着灵宝不拿 这样 每个人先弄一件上品造化灵宝压身 再弄一两件中下品造化灵宝 作为掩饰 不到必死之境 上品造化灵宝 尽量还是不要拿出来了 凤鑫流连连点头 我觉得可以 我看能行 张玄玉似乎有些激动 都笑得有点和布隆嘴了 非啊 不是我说你 做人得低调 你这说得好像这度神谷地 就是咱们的后花园一样 越人狂 我不要低调 上品造化灵宝我也要 哎 如果最后再能给我找个减肥的地方 那就更好了 韩非 也别高兴得太早 此行度神谷地的强者有很多 前期还好 时间短 大多数人根本来不及去探索这么多宝地 但后期就难说了 而且 能不能弄到人手一件上品造化灵宝 那还是个问题 910 你们可以先弄 我已经有了 韩非摇头 不 你获得这柄造化虚神笛的是有目共睹的 你完全可以拿出来用 但如果能再有一件上品造化灵宝作为底牌 那才是真的安全无余 就算日后被人暗算 也还有手段应对 张璇遇到 不错 小九你还是保守了点 宝多不压身 难得进入这么一个宝地 不吃的盆满钵满 怎能离去 越人狂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兵分多路 凤宇 不错 一起行动太慢了 既然指明了方向 单独行动就可以 张璇遇 我和小狂狂可以先出发 只要商店一下在那集合就行 韩非 暂时不急 那些人速度没有那么快 等明天你们再出发 届时 我们再确定一下会和地点 韩非不惜暴露出航海万象仪 其实也是不想放过这次机会 渡神谷地内全是宝贝 自己固然可以多弄几件 但没有意义 宝贝不是越多越好 但如果张璇遇他们都能拥有上品造化领宝 那实力层次便会飙升 有保命手段不说 后路进进也会很快 将来 他们不只是要守护人族 也终究要走入新海 甚至面对不祥 可惜 若小白去了中海神州 也不知道有没有得到渡神谷地开启的消息 回头自己还得找找看 次日 韩非再次用完三次航海万象仪 给九英灵 凤星流 凤青城指明了方向 凤星流和凤青城自然是由凤宇带着 否则遇到大麻烦 他们很难搞得定 第三天 韩非第一件事 是用航海万象仪找了若小白所在 但航海万象仪并未转动 韩非只能感叹 好像几个人理念 就若小白的运气总不是太好 经常错过一些机缘 随即 韩非又给确定了一个可以获得上品造化领宝的地方 名为刀河谷地2763张杀手在线 刀河谷 韩非赶到这里的时候 这里连十个人都不到 毕竟 渡神谷地期开启了第八天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越过重重阻碍 来到渡神谷地身处的 都是实力非凡之人 而且 他们都是抱着明确的目的来的 所以 此刻刀河谷的人少得可怜 根据地图上记载 刀河谷渡劫的这位大帝 成为神灵后 留下了足有十六件灵宝 因为历史上刀修众多 这里曾一度是历届渡神谷地的热门探索之地 也正因此 十六件灵宝只剩下两件并未出世 当下 这十人中 韩非自是分不清他们属于什么势力 但无所谓 只见韩非堂而皇之现身 九尺大环刀钉钉作响 那数十人纷纷朝着韩非看来 露出纤维不喜 毕竟张扬的人 从来都不讨喜 只听韩非喝道 而等十人 不想死的尽数离开 这刀河谷 我战了 机人纷纷色变 有人皱着眉头道 阁下未免太霸道了些 一宝并未出世 何故争抢一个宝地 韩非哈哈大笑 我要开山寻宝 需施展大树 万一给你们看见怎么办 现在 给我离开 等什么时候 我对这刀河谷没兴趣了 你们再来 哼 狂妄 王寒是吧 听闻你在凤凰神族三年 未尝一拜 今日无便看看 你到底有没有传言中那么神 那人提刀而立 来这里 除了刀修 就没有第二种人了 刀修狂霸 向来脾气都不好 所以韩非如此挑衅 哪怕有赫赫名头 这人还是出手挑战 韩非咧嘴笑道 也好 那就接我一刀 韩非自然没有留守 刀和谷他一天都带不到 除了这地方 他还有好多地方可以寻宝呢 这部 浩天斩星刀 第八是 雪刀临天 揮舞而出 天地间 雪色一片 宛若天威压下 那人融合了一只独角大金 和双刀之力 迎着雪色冲天而起 然而 他只勉强支撑了三膝 浑身数百处关节歌之作响 虽然身体能抗住 但那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地尊强者 开天境的极限力量 并不够斩他天道玉髓骨 这才没有崩碎 但就开天境本身战力而言 此人根本不敌 一刀之下 鲜血狂喷 若非有阵魂灵保护池 神魂都可能被碾碎 其他刀修 剑状纷纷色变 果然好强 这还是实力被压制 在开天境大圆满的 若是实力没有被压制 可能一刀之下 这位出头低歌们就已经没了 韩非言语轻蔑 哦 骄遥强者 怪不得敢接我一刀 不过 你若在做停留 或许我斩不了你肉身 但遂你灵保 斩你神魂 还是能做得到的 所以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滚 其声朦胧 爆喝如雷 那人脸色难看 咬牙道 王寒 我记住你了 韩非痴笑 记住老子的人多了 你算老几 嘴疾 韩非还事 三天之内 敢亏是我绝保者 定斩不饶 哼 虽然嘴上硬气 但那些刀修还是先行退了 谁的拳头大 谁就是道理 他们是来寻保的 不是来莫名送死的 此人可以刀斩地 若身上有灵保加持 的确能破灵保 斩神魂 他们可不会冒这个险 再说了 此人说绝保三日 那就绝败 说得好像造化吉林保 是你强行挖就能挖出来的一样 待到这些人暂时离去 韩非立刻就掏出航海万象一亿指 在八十多万里外 一处普通的洪荒土地上停留 韩非当即就寄出了龟甲封天阵 无尽水化作钻头 疯狂地开始钻动 不过片刻 便有一刀 从另一处破土而出 试图远顿 却听韩非低贺一声 做我的刀 你不亏 只见 韩非身上迸发恐怖刀意 一柄短刀在手 猛然拔出 刀芒绽放 杀一狂野 那奔逃的灵宝 不禁为之一挺 作为上品灵宝 有则主之能 此人强行将他挖出 他的确不喜 但是 此人绽放的刀意 太过强大 根本不似开天境这个级别 可以爆发出来的刀意 这一刀下去 正道境也是九死一生 这才是让他停留的原因 韩非也未追逐 但是傲然道 追随我 斩尽朱迪 绽放你的光彩 或者 你现在远顿 找一个实力马马虎虎的刀修 期待他一点点变强 那血色长刀 开始颤鸣 此间天地 几乎化作刀海 恐怖的杀意贯穿天地 只见那血色长刀 朝着韩非全力杀来 好歹是上品造化灵宝 虽然韩非的话让他心动 但是不事实 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可以追随的人 无边刀意 已经远远超出开天境所能承受的范围 哪怕是正道境 逍遥境 在这一刀下 也是实死无生之局 然而 韩非却咧嘴一笑 浑然不惧 哪怕这柄刀带着无与伦比的威势 斩至韩非眉心之前 韩非却是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韩非笑道 你以为我会怕你 你们领宝 需要择主而是 而我 同样也在择宝 这是一个相互的事情 做我的刀 必当无畏 我敢置身斩神灵 你敢否 虚空 竟是韩非狂放霸道的声音 雪色长刀 轰轰轰鸣 刀锋侧过韩非耳畔 下一刻 韩非身后万里洪荒大地 被以刀斩裂 韩非一抬手 雪色长刀入手 韩非身上气血狂涌 雪色长刀吞噬气血 俩人相得一张 简然 韩非打动了他 而韩非这才看向雪色长刀的信息 名称造化雪天刃 介绍洪荒纪元 自诸神战场 吸纳诸天气血 名称的上品造化灵宝 造化雪天刃 杀意狂烈 刀出必沾血 刀出必无畏 做主意志若压不过雪天刃意志 终究被雪天刃吞噬 此刀可斩万物 可破万法 纵然不敌 刀身粉碎 一清全力 品质上品造化灵宝 可成长 效果一鲜血战役 持刀者 如灵战场 每战必求杀敌 可爆发双倍杀翼 效果二鲜血 此刀可引敌血 加持己身 斩敌越多 此刀越强 鲜血状态下 刀翼更胜八分 效果三血战到底 刀下生 刀下死 极限状态下 当越战越勇 群敌环四时 可爆发三倍战力 直至敌人陨落殆尽 效果四刀陨 终极一刀 可爆发十倍战力 此刀之后 刀体破碎 虚实同品领宝 方可复苏 不可重铸 以炼化 被驻为杀戮而生 为杀戮而死 当寒飞看见此刀信息时 饶是知道这个等级的领宝 一定很强大 但是这血天刃也太过强大了一些 特别那刀陨神技 十倍战力加持 若是一位大帝 以十倍战力斩神 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成功 当然了 败价也是巨大的 使用刀陨之后 需得以上品造化领宝卫时 方可复苏 复苏后有没有这么强的品质 也很难说 不过 韩非已经很满意了 他需要一柄刀 一柄可伴随自己走向神灵的刀 在韩非得到血天刃的这一刻 他就知道 杜神古地之行 其实已经算是圆满 当然了 难得到这种地方来 他肯定不会只拿一柄血天刃就算了 领宝再多 但他人族更多 而且 他还有哪吒分身 还有张大千分身 还有韩松分身 这上品造化领宝 怎么也得再弄三件才够 至于其他领宝 自然是多多益善 半个月后 韩非和张玄玉他们再次相聚 张玄玉 非 你这行海外相已简直神了 我去时 那音乐神坛 只有俩人抵达 仅仅三个时辰没到 我就引动了音乐太玄枪 巴拉巴拉 恶人狂 我也差不多 第一天我就得到了 后来半个月我简直没事干 韩非看向九英灵 如何 九英灵 得了一把古琴 但和造化虚神敌不同 琴主沙法 凤宇 沙法好啊 未来不祥将士 能打才适应道理 凤心流揭察道 我得了混沌创世火 你们根本想不到 此物与我 乃是绝配 我敢打赌 现在可以轻松度神节 即便是成为大帝 指日可待 韩非看向凤宇和凤青城道 上品造化领宝都达到了吧 凤青城 我和凤心流的上品造化领宝 都是我姐强行抢来的 韩非 反正你们有了就行 接下来我们依旧保持半个月会面一次的节奏 如果提前得到造化领宝 可自由行动 凤宇 你这是要把渡神谷地内的领宝全都扫空啊 韩非摇头 我发现 这里的领宝数量比想象中的多 可能神灵技术遗留的宝贝数量 并不准确 我在多个已经被绝空的地方 陆续都挖到领宝了 哦 这一点倒是很重要 910 我们 难道不给后世之人再留一些吗 韩非 能不能有后世还很难说 其实 这些领宝 只是坏了各地方而已 他们并未消失 如果将来我们真的成就神灵之位 这些造化领宝 也可以散落各处 作为他人失恋也未尝不可 凤宇点头 不错 渡神谷地在此开启 可能都是数十万年之后的事情了 到时候海界还有没有了都难说 凤心流 这就夸张了吧 就数十万年而已 海界就能没了 韩非不禁想起了引地城 略显严肃到 完全有可能 西海之中 不想早已蠢蠢欲动 也说数十万年了 十万年都是一个极大的门槛 所以 负责后世的事情 那就等后世再说好了 三天后 众人再次四散 韩非也继续踏上寻宝之路 而此时 独神谷地开启已经有二十多天了 再想如前一次那么轻易的获得领宝 已经没有那么容易了 这日 韩非来到一处名为黑夜女神的渡劫之地 她倒不是根据航海万象以来的 她现在已经不需要可以去寻找契合她的宝地了 因为根本已经没有这样的宝地了 黑夜女神 是独神谷地中 少数几个留下了特殊传承的神灵 她将自己的神徒想法和传世大树 转刻了下来 但是 这种大树 太过晦涩 被领悟的需求极高 但也正因如此 一些精彩绝艳之辈 总喜欢在这里耽误时间 这其中 就有叶清禅 赵龙马 陈芳草之辈 他们在此停留 无非是想一窥神徒 韩非的到来 立刻就引起了注意 第一个感应到的 就是叶清禅了 拥有阴阳双配的她 哪怕韩非还没靠近此地 她都能有所感应 何况韩非亲自来到了此处 韩非正寻思着要不要跟叶清禅单独寻个地详聊 却听叶清禅主动邀请 可来一叙 叶清禅身后 两位互道者纷纷色变 因为在他们看来 叶清禅是要比武招亲的 现在和谁亲近都不好 特别是韩非现在名义上可是凤雨的未婚夫 不过韩非倒是没有这个顾忌 立刻微笑着应声 去到了叶清禅所在的那一处绝边 殊不知 此地不少强者 竟纷纷将目光转移了过去 很多人更是露出不喜之色 甚至发出冷哼 愿意在黑夜女神这里浪费时间 想要窥视神徒的 那时真的都是天交中的天交 本次度神谷地之行的绝顶天交 来了的有九成 而这些人中 有不少人都是冲着比武招亲来的 现在 有人截足仙灯 靠近叶清禅 这些人自然不喜 都是世财傲物的绝顶天交 谁肯服谁 当然了 韩非并不在乎这些人的看法 也无所谓他们的愤怒 如果叶清禅是夏小禅的转时身 无论这些人怎么愤怒 也都没用 因为夏小禅不是他们可以染指的 绝顶之上 那两个护道者愤怒地看向韩非 而韩非却冷冷一笑 我劝你们两个给我闭嘴 否则我并不介意 现在就把你们俩给斩了 大言不惭 抓一刀 九尺大还刀的极限一刀 近距离之下 刀还震荡 蕴含着拔刀树的浩天斩新刀的 绽放极致战力 直接斩向说话那人 另一个护道者欲出手 韩非随意捏拳 一拳将其震退 叶清蝉面色微变且慢 只见叶清蝉屈指一点 剑芒倾泻 这一剑堪比大道归一剑 可韩非何等实力 他不出手 不代表接不住 只见韩非划拳为掌 单手握住那恐怖剑翼 单掌一合 瞬间捏碎 怎么可能 叶清蝉瞳孔微缩 别人或许看不出来 但自己刚才那一剑 绝对不弱 这王韩单手先拜自己的护道者 后接自己一剑 不费吹灰之力 这等实力要远远高 出自己对他的评估 哼 那出口呵斥韩非的护道者 应声而碎 不过韩非倒是为 并未碾碎其神魂 只是单纯的将其震碎 那一刻 此地无数人看向此处 不是叶清蝉邀请他过去一叙吗 怎么现在就动起手来了 不过 大多人见他们动手 不禁露出满意笑容 动手最好了 这样叶清蝉难道 还能看得上他 只听韩非声音淡默道 你们两个 再敢多言 就不是斩灭肉身这么简单了 韩非目光扫过二人 那刚被斩碎之人 面色难看至极 但却没敢再说话 刚才那一刀 他感受到了陨落的危机 事实上 如果不是刚才此人留守 自己已经死了 叶清蝉眯着眼睛 挥手道 你们先退下 我和他就在这山巅续化 绝巅之上 大阵连环 很快将此地屏蔽 都是开天境大圆满实力 有些阵法 是开天境根本无法窥探的 韩非站在山巅 拂蓝此间 我有几个问题 叶清蝉声音略显清冷 道有不准备解释一下吗 上来就直接问问题 韩非扭头看向叶清蝉 有些东西 得问清楚了才有解释的价值 叶清蝉同样不俗 即为奇迹森林圣女 号称和凤鱼打成平手的强者 心气之高 自不会被韩非压迫 只听他道 你的实力绝非看上去那么简单 开天境神宝 你可入前三支烈 正道或逍遥 同样如是 韩非 神宝 有意义吗 叶清蝉掏出阴阳双配 你知道这玉配有什么意义 韩非道 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 我需要知道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 你的神魂有没有缺失 叶清蝉静静的看了韩非一会儿 脸色没有任何的表情流露 然后淡淡说道 有 韩非 既然有这种灵魂缺失 你为何会比武昭亲 叶清蝉坦然说道 有时候 生在大势力 这种事情没得选 比武昭亲 是我唯一能自主的选择 凤鱼有你挡在前面 我可没有 韩非想起凤宇佳的提亲盛况 也表示了认同 韩非又道 你身上是不是有一个胎记 却见叶清蝉顿时间 瞳孔一缩 他的气势也产生了纤维的改变 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杀意 但这种杀意很快就消失了 随即叶清蝉盯着韩非的眼睛道 你偷看过我 韩非淡淡一笑 咱们以前都没见过 我怎么偷看你 不过我如果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我能看一眼吗 叶清蝉冷漠地拒绝 不能 韩非心说也是 胎记这东西 如果长在什么不太好展露的地方 自己总不能强行去看 韩非 那你能告诉我那胎记长什么样吗 这一回 叶清蝉没有拒绝 而是道 泪滴壮 流离幻彩之色 人鱼之类吗 韩非嘞喃 叶清蝉反问 什么人鱼之类 韩非淡淡道 这枚玉佩你从出生开始就有了吧 叶清蝉 不错 虽我一并诞生 我是握着这枚玉佩降生的 虽然只是一件中品神器 但应该有其非凡的意义 所以 你到底是谁 这玉佩为什么会伴随我一起降生 韩非声音悠悠 哎 这件事 说来话长 希望你听了不要激动 这个时候 韩非道也没再怀疑叶清蝉的身份 他觉得 可能这就是他和夏小禅缘分再次到来的时候 叶清蝉神情淡漠 我不会激动 只听韩非道 首先 这阴阴阳双配 是我炼制的 炼制的目的 自然是为了找你 找我 韩非 如果我说 你是我的妻子 你信吗 喝 叶清蝉一样地冷笑了一声 没再说话 韩非 这和你缺失的那一段神魂有关 在你转世之前 你的名字叫做夏小禅 我们初相识 是在一个名为暴徒学院的地方 公正当韩非酝酿好情绪 准备将他们的故事为伪道来之际 忽然之间 此地记载黑夜女神神徒传课的石碑 忽然闪亮 金色的名文 自石碑上映射而出 就是韩非一时间都被这突然起来的遍布所吸引 但他很快就发现 那所谓的金色名文 是一种神性外溢 通俗典讲就是神灵所产生的神韵 是谁 谁引动了黑夜女神的神性 神性显化 有人明误了黑夜女神的神徒了吗 不对 不是神徒 照见神徒不可能 所有人都看见 但这也绝对是黑夜女神的传承 只见那些神韵 修修修一股脑地往韩非他们所在这处绝颠而来 韩非不禁看向叶清禅 心说这也不能够啊 自己和叶清禅在这里聊天呢 可是什么都没看见 他甚至都没去看黑夜女神的那块石碑 这神性物质显然不是冲着自己而来 可既然不是自己 那就是叶清禅了 但叶清禅刚才不正和自己聊天的吗 就这样还能触发惊人不成 而叶清禅此刻也的确感受到了什么 一种清禅感袭上心头 他不禁扫了眼韩非 心说难道是因为他 因为和此人在一起 所以莫名触发了神性 这可是黑夜女神的神性 是神灵的传承 当即 叶清禅破开此地结界 一步跨出 试图接下这神性 然而 叶清禅刚下绝颠 准备迎接那神性的时候 山体上的一块其实忽然动了 便在那瞬息之间 就连韩非都没料到 这种事情 竟然还会生有一变 只见 那其实瞬息间化作一道人影 似乎动用了某种特殊的力量 速度瞬息间竟能达近百倍光速 一道寒芒突刺 朴实无华的一刀 但其中暗藏着法则之力 就连天道锁链 在这一刻都忽然伸出 叶清禅反应不及 但却有一只造化瞳中 忽然浮现 而此刻 那神性流光 则纷纷掠过了叶清禅 一下子涌入了那杀手的体内 当偷袭者的那饼刀 显然也不是反品 竟然击穿了造化瞳中 圣女小心 不好 大胆贼子 韩非第一时间暴射而出 此间天道锁链也转瞬极致 但那黑影 刺入瞳中的那一刀 正准备绽放 道韩非当然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叶清禅遇刺 这个杀手之前出现过一次 很厉害 特别是前隐之术 简直出神入化 此刻 他也知道天道锁链扣杀而来 所以在这一刀之后 便立刻散去了一身力量 使得天道锁链出现了暂时的停顿 这一击 若是被他刺中 叶清禅的就算不死 神魂也会轻刻湮灭小半 所以 这种时候 韩非也顾不得那么多 当即施展出了虚空倒数 直接将那一次给盗走 同时 为了掩饰虚空倒数 韩非出了一刀 就这么点距离 七十百倍光速和四五十倍光速 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所以在旁人看来 只是韩非斩下一刀 而那杀手似乎是为了自保 放弃了攻击 对于这一点 大家都不觉得有什么 因为杀手的通袭方式就是这样 他们非常的谨慎 为了杀敌 将自己搭进去是不划算的 所以 即便马上就刺杀成功了 他们也会收手 可那杀手 比想象中的疯狂 他做了一件 韩非也没想到的事情 竟然在那等情况下 选择将手里那件造化 林宝给自报了 空猛龙 此刻 爆发的核心位置 有五个人 叶清禅 杀手 韩非 叶清禅的两位互道者 韩非可来不及救护道者 那点光石火的瞬间 他翻手间换出希望之刃 一手抓住叶清禅 一边撕开了时间线 两人刹时间消失在此间 第2764张 真假下小禅 另一个时间线 叶清禅头发散乱 衣衫破碎 接连吐出数口精血 神魂震荡 看上去被炸得很惨 不过这已经算是非常好的结果了 因为叶清禅并未遭受重创 这种程度的伤势 慢则数月 长则一两年 完全可以调理好 反观韩非 虽然同样战衣破碎 但并未遭受创伤 因为就体魄而言 韩非要比所谓的小妖精 强得太多了 此刻 韩非目光打亮着叶清禅的身体 嗯 或者说是大半的身体 这倒不是故意为之 而是下意识地扫过 只是 在大范围的战衣破碎的地方 韩非并未看见什么胎记 而叶清禅也及时反应过来 见韩非就喝么理所当然地打亮着自己 顿时间脸色飞红 身上金光衣扫 立刻换了一套战衣 你看什么 韩非摸了摸下巴道 又不是没看过 当然了 不过严格说起来 没看过现在的你 叶清禅愤怒地看向韩非 但韩非毕竟救了他 他一时间也不好说什么 叶清禅环视周围 人呢 为何这里只剩下你我二人 只听韩非悠悠说道 这是另一条时间线 要不先不用管那个杀手 我们在这里先把事情说完 叶清禅脸色微变 别的时间 你是时光神殿的人 韩非勾起嘴角 你见过时光神殿有我这么猛的吗 叶清禅眼底闪过异色 回去 等杀了那个杀手 你要聊多久 我陪你聊多久 韩非 其实 只要我想找 那个杀手是逃不掉的 你这么急吗 叶清禅 这是条件 杀了他 我还可以无条件答应你一个条件 包括 嫁给你 我韩非倒是不由得惊了 看来叶清禅不是单方面地被刺杀啊 他也无比想击杀那个杀手 简然 他和这个杀手之间 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 不过 这些都不重要 如果夏小禅再嫁给自己一次的话 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既没有了那什么比武招亲 夏小禅此前的身体也将与现在的转世身交融 肚子里的孩子也可以自然降生 好 不过你先恢复一下 片刻后 叶清禅外伤彻底恢复 只见韩非反手一刀 再度撕破时间线 回归了刚才的时间线 重新回到了正常时间后 此刻还处于造化灵宝引爆的及时状态中 面对造化灵宝 很可能都不是下品造化灵宝的引爆 哪怕是韩非无法以开天境大圆满的实力 扛着这种威力的自保之力 但他和叶清禅出现的那一刻 都已经做好了完全的防护 两个人各自挤自己套了数十层神器 神盾之类的护体法宝 老是如此 在第一时间 他们俩都被彻底轰飞了百万里远 磕磕 韩非咳嗽了几声 嘴角一出一丝金色的血液 叶清禅自然不会比韩非好到哪里去 又喷了一口金血 但是有了完全准备之下 这些都是小伤而已 至于叶清禅的那两个互道者 他们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肉身和神魂直接被碾碎 神魂被轰得烟消云散 至于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 那个南斗杀手 于这恐怖的爆炸中竟然浑弱无事 不对 这不是引爆造化灵宝 而是造化灵宝的专属技能 就和雪天润是一样的 这南斗杀手的刀也拥有类似的技能 那便是牺牲造化灵宝以杀敌 此刻 那南斗杀手 剑刺杀再度失败 深深地看了一眼叶清禅身边的韩非 随即立刻顺着这恐怖的自暴之力 迅速顿走 很多人还反应不及 包括那几个神榜天骄 被限制了是实力的 他们也不可能顶着这种力量上去拦住这个杀手 可就在众人都觉得这杀手怕是真的能逃离之际 忽然之间 虚空裂开 只听刀环之音证明不断 却倒是那明明是和叶清禅一起被轰飞出去的韩非 竟然不知道何时从远处虚空中出现 并展出一片浩瀚星河 一刀截断了那南斗杀手逃跑的路线 在刚才那瞬间 韩非以双子神术的办法 在现身的瞬息间进入了虚界之中 所以他才完全跟得上这个杀手的逃生速度 并将其成功拦截 至于双子神术被认出 不存在的 他完全可以说刚才在叶清禅身边那个 是假的就成了 这样的分身之术可多得势 南斗杀手被一刀震退 当即退入虚界 韩非紧跟其后 在外面自己不好展现诸多大数 但是在虚界之中 这杀手不可能是自己的对手 然而 在韩非进入虚界的瞬间 就看见那杀手又从虚界跑出去了 韩非 这是一种虚界利用的小技巧 利用了一个进入进出的时间差 这个时间差很短 但是对于顶级强者来说 却足以拉开一大段距离 韩非都不经无语 到底是杀手 狡猾多变 这种别人根本不会去利用的小手段 对方似乎掌握了不少 而这一回 韩非倒也没直接从虚界中现身 而是留在了虚界 只要那杀手再赶进虚界 就再也走不掉了 那南斗杀手界韩非根本没出虚界 当时心头就是咯噔一下 看得见的敌人好应对 但是看不见的敌人才是最可怕的 这是他们的杀手信条 韩非在虚界 那就是一种致命的威胁 这意味着自己进入虚界 很可能被埋伏 自己不进入虚界 对方很可能会突然出手 偷袭自己 也就是在同时 因为这里距离爆炸中心已经很远 太古神院照龙马 一枪杀至 神妖灵的陈芳草 草斩虚空 同时此间百万里 云雾汇聚 竟下起了雨来 除此之外 还有飞仙楼见修 见海巡游 光明城强者 光明普照 也正是光明城的光明普照 南斗杀手终于无处遁形 韩非也不着急出手 准备等这名杀手把手中底牌 再出一出也不迟 果然 率先出手的赵龙马 一枪洞穿南斗杀手 然而 这并未影响那位南斗杀手的速度 因为对方整个人化做了一道影子 直接就无视了物理攻击 而这 便是底牌 此树一出 无论是陈芳草的神草大树 还是雨魔的雨沙树 全都做了无用功 韩非不禁唏嘘 他虽然早就知道南斗杀手很强 也亲身体会过 但也直到这一刻 才知道 在那南海神州本土 竟然还有这么强的南斗杀手 他用屁股想 都能断定 南斗要培养出来这么一个杀手 怕是米费巨大 三大神绑高手出手无果 中海神州 蜃楼的一位强者出手 只见他双手一合 开口低喝 暗潮当即 以此人为中心 黑暗往外扩散 黑暗之中 大道之力化作一根根道运丝线 交织蔓延 那南斗杀手不得不选择 另一个方向逃离 他倒也不一定就怕了这种神术 但是现在他是被人围困 而不是与人单挑 所以不能耽误丝毫的时间 阵楼强者封路 一个大眼门的强者也当即出手 一张道文符路丢出 不下重重幻术大阵 也经常作为当事者 自然也不是在看戏 他同样也出手了 之前被偷袭 所以他很被动 现在他主动出手 一道黄绿色的光晕笼罩此间 奇迹之术 无影之戒 只见此术相当的有针对性 果然 那南斗杀手瞬间恢复本身状态 也就是此刻 虚戒颤动 韩飞出手了 这种瞬间的漏洞 能抓到的人不多 或者说在速度上能跟上的人不多 南斗杀手就算被逼现行 也不是谁随时一击就能给他斩杀的 昊天斩星刀 第八是 雪刀灵天 此刻 朱强环势 韩飞自然不可能暴露出真正的实力 但这雪刀灵天 乃是昊天斩星刀中最强一式单体攻击 自己按藏杀神道 我你弃血之威 旁人不可能看得出来 此刀出 叶青缠谋中金光绽放 韩飞这一刀很强 相当的强 绝非一般的开天进大员满强者能够挡得住的 除了韩飞之外 赵龙马等人也都相继出手 朱强出手 大树覆盖 在这一刻 除非这南斗杀手拥有上品造化领保 或者是韩飞这种变态的实力 否则根本逃脱不了 而这南斗杀手显然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 在这一刻 他只剩下了薄一薄底牌 赌运气了 吼 漫天大树中 忽然自这南斗杀手身后 爆发出一声惊天龙银 身下一条大鱼虚影 冲天而起 在腾起的那一刻 似化苍蝇 口喷一道烟波 烟波浩渺 龙银悲怆 这就是你的底牌 这大鱼展现出来的力量 的确是超越了开天进这个层次展现出来的力量 但是 就凭这个还不够 虽然韩飞看不上这些所谓的神榜强者 但是这些人的确有开天进迎战正道径的实力 而且 这大鱼的力量 因为再次超越了开天进所能拥有的层次 所以这一次天道锁链出现的更快 似乎早已锁定了这位南斗杀手一样 只见 那大鱼还没来得及爆发真正的实力 就被天道锁链锁住 简然 这位南斗杀手 轻视了渡神古地的规则 以为自己还可以利用天道锁链出手慢的这一特点 爆发初开超越开天进的实力 殊不知 凡是施展过超越开天进实力层次范围的人 都已经被此间天道监察 所以 这南斗杀手的这一底牌 浪费了 那条大鱼 轻刻间便被捏爆 轰轰轰厂间轰鸣 暴响连连 恐怖的冲击力 震荡八方 然而 即便是这种程度的轰击 那南斗杀手的身影还是从恐怖的爆炸威能中冲出 直接冲向了大眼门强者射下的那片幻象领域 只听 赵龙马鲍和一声 王涵 你干什么 陈芳草 王涵 你什么意思 与东路现身 看向韩非 面色不善 场中 只有夜清蝉瞳孔收缩 眉头微皱 他发现了 他竟然发现了 因为什么 因为那只半生灵吗 是的 刚才那千钧一发之际 韩非突然反水 展向了其他几人的攻击 因为 他认识那条鱼 大下龙鱼 那南斗杀手爆发的暗影之深 这并不是什么多稀奇的事情 虽然此类天赋大数不多 但海界之大 还有不少的 而且 作为杀手 拥有这样的能力 只能说明他更加适合做杀手而已 但是 大下龙鱼不同 这世上 韩非除了见识 夏小禅拥有大下龙鱼 还没见旁人拥有过 当然 这并不能作为依据 夏小禅昔日的血脉 是焦人王族的神灵后裔血脉 和天禅家族的天禅血脉结合体 夏小禅觉醒天禅 那是继承了安家的天父传承 这无可厚非 但是夏小禅觉醒大下龙鱼 应该就和他神灵后裔的血脉相关了 韩非不能说海界没有人觉醒大下龙鱼 但是暗影之身 大下龙鱼 杀手 此三项特殊 太过明显 大师兄说过 夏小禅转时身 神魂缺失一段 想回去寻找这段缺失的神魂 若将这一切都联系起来的话 夏小禅成为南斗杀手 这倒也极为可能 之前 自己以为叶清禅就是夏小禅 一个是因为阴阳双配 另一个是刚才自己询问的 胎记和神魂缺失的事情 叶清禅都承认了 所以 他才会帮叶清禅出手 可大下龙鱼的出场 让韩非产生了怀疑 叶清禅和这位南斗杀手之间 显然有什么隐秘 而想要验证叶清禅究竟是不是夏小禅 很简单 航海万象遗址一下就可以了 只是 当下的情况 不允许他拿出航海万象遗 此刻 那南斗杀手已经冲入了大眼门设下的幻境领域 而韩非则看向叶清禅 我有仪式 需要验证 若一切如你所言 我会将这个南斗杀手的尸骸带回来 叶清禅不傻 韩非显然已经猜到了什么 阴阳双配已经不能证明自己和他的关系 而韩非刚刚展现出来的力量 穿越时间线 反手阵杀自己护道者的实力 此人要比自己想象中的 要厉害得多 所以 如果真的给他去验证 自己很可能就多了一个强大的敌人 不是很可能 而是必然 当即 叶清禅面色微寒 中卫 我叶清禅在此承诺 凡能击杀王涵和那南斗杀手者 我愿与之节为道旅 共度神徒 翁 此间无数强者 纷纷哗然 不是说比武招亲的吗 怎么叶清禅竟然在此直接做出了承诺 不少人惊诧 前一刻 叶清禅还邀请着王涵一叙 转头就要将其斩杀 这其中难道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 唯一的解释 就是那位南斗杀手 王涵突然变卦 不再相助叶清禅 就是因为那位南斗杀手 所以 问题不在王涵 而是在那位南斗杀手 他的身上 必然有着什么大隐秘 所以叶清禅才非杀不可 不过 海界天天有人陨落 天骄也不能免俗 现在这俩人已是瓮中之鳖 因有击杀不了的道理 只听 赵龙马开口 清禅圣女 敌人有两个 若是不同的人击杀呢 叶清禅 那便只在亲手将他们二人击杀的那俩人中选 两个人 总比无数人言武 来得更方便选择 只需一战而已 嘿 清禅圣女 希望你说话算话 正如叶清禅所言 两个人里面选一个 只需要打一架就好了 而若是天骄云集 汇聚奇迹森林 天知道要打多少次 这其中变故也多 顿时间 群情激荡 本来无数准备看戏的强者 纷纷出手 赤不关己 自然可以高高挂起 可是观神徒 那么虽死必争 而汇聚这里的天骄强者 数以万计 为人觉得这俩人会有机会在此等包围圈中 强行杀出去 却见 韩非将目光看向夜清禅 眼中露出戏谑之色 果然 你在骗我 叶清禅 你能如何 韩非 很不错的算计 只是你就能肯定 你能挡得住我 叶清禅面色冷漠 轻轻地拍手 只见刷刷刷一道道人影 出现在她的身后 叶清禅 你的实力不弱 但你以为我的护道者 只有两个人 韩非舔了舔嘴角 有点意思哈 如果条件允许 韩非真的想出手拿下叶清禅 但是 既然夜清禅 不是夏小禅的转时身 那么这个男斗杀手 身份就显露无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却听 韩非放声大笑 身上气血冲天 只见那九尺大环刀没入体内 反手一身 造化雪天刃出现在手中 我倒要看看 一群废物 何以拦我 韩非提刀而行 追着夏小禅转时身 所在的方向杀去 夏小禅是应该是觉得大眼门的那个强者 是围攻他的所有人中比较弱的一个 这才会义无反顾地杀入那幻境领域之中 不过 也正因为他闯入幻境领域 所在这会儿很多人只是将那片幻境围起来 而那大眼门强者 当然不会让这些人进入自己的幻境领域击杀夏小禅 他还指望着能单杀夏小禅 拥有何夜清禅节为道律 双修神徒的机会呢 就算他可能不是最终的胜利者 但一旦有了那一半的机会 他完全可以在奇迹森林得到足够的补偿 所以 幻境领域中 杀鸡重重 而韩非 此刻也陷入诸多强者的围杀之中了 这里大多数人 对韩非其实并不是很了解 只知道这王韩 乃是西荒匪徒 凤雨的未婚夫 实力很强 但他们却也不觉得自己实力慧弱 所以 顿时间 真的是漫天大树 朝韩非轰杀而来 然而 这片战场包围圈就这么大 漫天大树哪怕可以锁定韩非 但是韩非却能在这些大树来临之前 先行开始杀戮 刷 韩非一步跨入虚界之中 同一时间 至少有30多人跨入虚界 而在虚界之中 韩非可以爆发超过百倍光速的可怕速度 所以 当那30多人进入虚界的那一刻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的愚蠢 刷 有人刚入虚界 就看见一柄血色刀芒掠过 速度太快 他根本来不及应对 只能以震魂灵宝浮现 扑一刀 神魂俱灭 精血被雪天刃瞬间吸干 此时 如果换一股妖族一些强者在这 王寒这个身份就可能被揭穿了 因为他现在用出了拔刀术 不过 能掩饰过去 自然还是要掩饰过去 毕竟凤宇给他塑造的这个西荒匪徒的身份 非常不错 在同时用上诸神黄昏之后 韩非身影在虚界穿行 自第一个人被斩 其他人便已经知道韩非的可怕 纷纷穿上各种神器宝具 甚至是灵宝战衣 然而 当韩非找上第二个人的时候 纵然那人已经融合半生灵 有神术迸发出来 可依旧是一刀 那人连带自己的神术 被一刀斩碎 而韩非感觉自己还并没有怎么出力 因为雪天刃几乎将他的战力实现了翻倍 是雪后的雪天刃 骑上雪色灼灼 伴随着韩非的杀意 雪天刃异常激荡 不时的发出颤鸣 这是雪天刃太久没有饮血 太过激动 他也没想到 跟了这个人 这么快就开始饮血 一个 两个 三个 一步一刀 一刀斩出 一人陨落 毫不拖泥带水 连一个呼吸都没到 接连八人被斩 精血都被吸干 其他人见状 连忙冲出虚界 饶是如此 还是有来俩人应该来不及逃走 所以被斩了 其中一个是在虚界中被斩 还有一个 虚界开到了一半 整个人大半已经出了虚界 却被韩非紧随 一刀斩灭 吸干血肉 外界 并不是没人可以进入虚界了 而是有些人 比如赵龙马这些人 明显意识到了韩非换刀的这个行为 在这种时刻 最引以为傲的 甚至已经变成了象征性武器的九尺大还刀被收了起来 反而用出一饼不知道什么来历的血色刀锋 显然不是简单的事 要么 这血色刀锋是韩非的底牌 要么这血色刀锋品质极高 所以 当这些人发现 三十多人进入虚界 只有二十多人出来 还有一个 刚出来半具身体就被斩了 由此可见 还有十余人 显然已经陨落 那一刻 赵龙马等人的瞳孔都是微微一缩 一夕时间 只有短短一夕时间 斩杀十位铜镜天骄 换成他们 未必做不到 但绝对不会轻松 然而 并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韩非一出现 就发现不少强者竟然已经入场 只见他反手就是一刀 最近的一位似乎是平衡之道的抚修强者 连人代斧 瞬间被斩 甚至都没来得及反击 节节节 铜镜之中 谁能接我一刀 第2765张我失业禅衣 并非下小禅 怎么可能 有人骇然 实在是那一刀太快 太强 强到了 刀骨根本连半点抵抗的能力都没有 为完全凝成的天道玉髓骨 如同豆腐般被切碎 刀 他的那柄刀有问题 终于 有刀羞骇然出生 至少是中品造化领宝 甚至 可能是上品造化领宝 华不少人为之华然 中品造化领宝 其实已经很了不得了 对于大部分天骄 哪怕是中海神中一些大势力的天骄 也很难拥有一件中品造化领宝 就算他们所在的势力有 但也不会随随便便就交给他们 比如当初古妖族太古银狼老祖 他前来所用之武器 也不过就是中品造化领宝 由此可见 上品造化领宝到底有多稀缺 至于极品 在时还没出现过 甚至韩非怀疑 根本就没有极品造化领宝的说法 有人喝道 中尉小心 以大道之力叠加 轻压过去 否则 以中上品造化领宝的风锐 即便是完全状态的天道预髓骨也能切开 纵然他们不少人都是帝尊强者 可在外面是帝尊 在这里就是开天境大圆满 不少人以为有天道预髓骨 就觉得自己任别人杀都杀不死 此刻纷纷觉得心头悚然 韩非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按捺住自己恢复本体的冲动 这个时候 他真的很想用出千雷闪 这种群战 千雷闪所向无敌 他能杀到这些人崩溃 但是 若恢复本体 一时是杀爽了 中海神舟见自己落单 必会有大量强者前来追杀 到时候 就真是在给凤凰神族惹事了 凤羽为了隐藏身份 苟到现在了 自己也不忍戳破 于是 韩非只能连连出刀 即便扛着诸多大数 韩非的身影依旧在这万千大道中 横冲直撞 仅仅三细时间 又十三人被一刀斩灭 根本没有反抗余地 也终于在那一刻 韩非成功杀入了幻境领域 当韩非刚刚进入幻境领域 那大眼门天骄 再次寄出一张道文符路 上有千万雷霆 轰入此间 当韩非看到这雷霆的时候 都快笑了 果然 那大眼门强者 看见韩非不仅不受灭视雷霆影响 甚至体表突然迸发出乳白色光韵 神秘咒文符线 此间幻境 重重破碎 竟是神咒 抵挡邪碎 诸望破魔 此咒可净化心灵 破除虚妄 洗涤神魂 缓解覆面 雨魔雨东路摇了摇头 开口喝道 想诛杀此二人 各位不妨将大道之力尽数覆盖幻境领域 既破幻境 又斩强敌 那大眼门强者 脸都绿了 他可挡不住这么多大道轻压 就在他准备主动撤了幻境领域的那一刻 忽然之间 一道血色刀芒在眼前掠过 韩非隔空一刀 拔刀破换 煞时间将此人精血抽干 幻境领域一破 夏小禅的转时身化作暗影 试图强行破防逃离 简然 刚才他并未离开幻境领域 是试图在修复损伤 可谁知道 这大眼门强者 患出如此多的雷霆之力 本就遭受重创的夏小禅转时身 不得不放弃疗伤 继续破路 然而 幻境领域一开 这里已经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各种神术 神魂杀术 剑修 刀芒 剑流 层出不穷 而且 诸多大道轻压而下 夏小禅转时身想要进入虚界 发现这片空间被完全封死 根本入不了虚界 此刻的夏小禅转时身 仿佛怒海浪潮中的一艘小船 对面却迎来了千丈巨浪 根本无力反击了 他擅长的是刺杀 论刺杀之术 他自信可以击杀这里的任何人 可正面战斗 面对着这种程度的攻击 他甚至有些茫然了 黑衣之下 面罩之中 叶禅一心中带着惋惜 终于 还是走不掉了吗 砰 可就在那巨浪拍打下来的那一刻 突然间 一道身影站在了他的身前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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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鹰大树 神树 尽数轰击在韩飞身上 然而 他却根本没有闪避 所有的力量 有部分被他的身体给吞噬 有部分被打阻挡 从身边一散出去 成千上万的大树 并未能撼动韩飞分毫 叶禅一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个人 明明是他两次阻止自己刺杀叶清禅 可偏生又是他两次阻止别人杀自己 这人有毛病吗 关键是 这人强的离谱 如此轰击中 他竟然一力承受 未曾被撼动分毫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挡得住我们如此多人的轰击和大道轻压 即便是完全状态的天道玉髓骨 也不可能挡得住 他为什么可以 难道他以某种手段规避了此间天道 用出了逍遥境的实力 纵然逍遥 又不是无敌 哪怕一道攻击对他来说微不足道 可呈上千万他怎么能悍然应知 叶清禅脸色微变 他同样无法理解 纵然这王寒实力惊人 又怎么可能孤身接下这么多攻击 赵龙马 陈芳草 与东路等人 见状纷纷轰出最强击 这王寒的状态 显然不对劲 漫天攻击依旧在杀持续 而寒飞则淡淡说道 如影随形 依附在我身上 叶禅一微愣 他怎么知道自己有如影随形之法 不过 他还是第一时间 依附到了韩飞的身上 只听韩飞淡淡一笑 忘了告诉你们了 无奈肉身逍遥 你们想杀我 只有一个办法 用下品造化领宝 或许能伤我 用中品造化领宝 应该可以将我洞穿 用上品造化领宝 倒是有可能杀我 怎么 你们谁愿意一事 肉身逍遥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人 即到 走即到链体 或有可能出现肉身逍遥 即到链体的逍遥境 一时间不少人都猛了 即到链体 一路修炼至逍遥境 那是什么概念 这意味着 此人此前每一个境界 都是链体的极致 而链体的极致 就和链魂的极致是一样的 在有这个能力天赋的情况下 还得消耗无数的资源 花费比走平衡之道的强者 多数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时间 才能将一个境界走到极致链体 而现在 这人说自己肉身逍遥 听在这些人耳朵里 脑中轰鸣不断 如果真的这么夸张的话 那么神榜第一人 非他莫属 而且 这种存在 在杜神谷地这种被限制了实力的地方 根本就是无敌的存在 不死的存在 果然 不少人闻听此言 直接罢首了 哪怕他们不想承认 但事实就是如此 这人的确硬生生接下了所有人的攻击 如果不是肉身逍遥 怎么可能挡得住 只听 赵龙马忽然开口 中卫 肉身逍遥 并非不可杀 他肉身可以逍遥 但是他施展出来的力量 是需要实打实的逍遥的 他挡住多少力量 他自己也需要消耗 不可能完全不动用任何力量 就挡住这么多轰击 而且 肉身也不能脱离精神意志而存在 他的精神终会枯竭 面对如此攻势 他撑不了多久 有人因何 不错 大家继续攻击 就算是肉身逍遥 但他精神力也终会枯竭 韩非冷笑 果然这些人还是不死心啊 如果换一个人 的确可能会折在这里 因为照龙马说的并没有错 如果随意换一个人 这方法可能就奏效了 就好像韩非曾在雷音骨刹击杀不祥生命体的时候 一直占到力量运转过度 只是 智慧的雪天刃 雪光大放 此刻 韩非处于被围攻的状态 敌众我寡 雪天刃的三大能力 完全爆发出来 尖血战役加持的双倍杀役 引血加持的八分刀役 雪战到底加持的三倍战力 再加上韩非本身就展现出来的体魄和速度 饶失这万千大数之中 他也依然如履屏蔽 扑扑扑这种疯狂的杀戮 一直持续到韩非连续击杀三百余人时 有人放弃了 他们一直在持续不断的出手 而韩非在抵抗他们的攻击时 也同样在持续不断的在出手 而且 韩非的步伐很没有规律 随机杀敌 预知即死 终于 有人开口 开天境内 此人无敌 他的精神意志根本未见衰竭之乡 为了想击杀韩非的激动心情之后 不少人清醒过来 比武招亲毕竟不会死人 但眼下 他们就真是拿命在赌了 甚至 有人意识到 假设自己成功击杀了这王韩和南斗杀手之后 又能如何 结果 他们推测出来的结论 吓了自己一跳 那就是自己将赴王韩后尘 将会被人击杀当场 对于旁人来说 只要你不是那种无可撼动的超级势力的天骄的话 就算击杀王韩和这南斗杀手 获得了和叶清禅双修的机会 人家只要将你击杀在这里 一切还不是又将回到了初始状态 而韩非 心中自然早已想明白了这一点 所以他才会赞叹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算计 此刻 只见有人停手 开始往人群后方退去 有人意识到旁人在退 也不由得停手 既然赵龙马这些人说得这么轻松 那就等他们领头阻敌再说 一人退 则有十人退 十人退 则有百人退 以此类推 整片战场 地战的情绪 几乎在青客间蔓延开了 虽然他们都是各大势力的天骄 可在经历了这种级别的战斗之后 终究还是承认了自己并非最强 这世上总有些人 强到底根本理解不了的地步 当众人退去 再回头看去 哪里还有叶清禅的身影 别说叶清禅了 就连赵龙马这些人 也都尽数消失无踪 该死 他们撤得比我们都快 我们这是被当枪使了啊 连青禅圣女都跑了 可见他早就知道 这王涵当得可怕 诸位 我先走一步 等我 有人开始撤离 或者说是主动远离此地 人他们是杀不死了 此刻 此间只剩下一片震荡的虚空 交错纵横的大导之力 韩飞一步步踏虚而行 手中雪天刃 血色弥漫 轻颤不止 韩飞将雪天刃收起 这才淡淡说道 好了 人都走了 我想我们应该好好地聊聊了 只见 一片暗影从韩飞身上脱离 叶禅一皱着眉头 神色警惕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他和旁人一样 他也不敢置信 这世上真有这种变态的强者 至少在这肚神谷地 哪怕这家伙任由别人轰杀 都死不掉 你是谁 既然阻我 为什么又要救我 磕磕 叶禅一的黑色面罩上 布满了雪字 毕竟扛着那么多人的攻击 他也着实受伤不清 韩飞微微皱眉 只见他随手一招 神灰降临 将叶禅一沐浴其中 后者不禁瞪大眼睛看向韩飞 这人到底走了多少种路 肉身修炼至逍遥不说 怎么还会擅长这种治愈之术 杀戮和治愈 给人的感觉显得十分矛盾 只见韩飞掏出他的那枚黑色玉佩道 你应该认识这个 叶禅一不由得瞪大眼睛 黑色的小鱼玉佩 你到底是谁 哪里得到的这个东西 却见韩飞微微勾起 想知道 跟我来 这里毕竟是交战争锋之地 很多人看似走了 但其实还会不时地查探此地 这一次 叶禅一没有拒绝 因为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 感觉有了明确的方向 半日后 一处在地图上记载着早已被挖空了的宝地 两人坐在一处深山幽谷之中 韩飞并没有说话 而是准备了一个大锅 弄了两排烧烤架道 你有印象吗 双引号问号问号问号双引号 叶禅一不解 有什么印象 韩飞 就是火锅和烧烤啊 叶禅一皱眉 我从未用这吃过这等食物 修行者 不需要吃饭 韩飞 那你等会尝尝 叶禅一 为何现在不说 韩飞 何必那么急切 我人都在这儿呢 早晚都得告诉你啊 叶禅一索性盘坐恢复 同时黑夜女神的神性 冲入自己身体 那本是一个意外 不过现在却似乎真的变成了自己的机缘 片刻之后 叶禅一只觉得鼻子里传来一阵有诱人香气 那种感觉 似乎重新唤起了他对食物的需求似的 叶禅一睁开眼 就看见锅中煮着龙胶血肉 色泽光润 隐隐有宝血溢散着法则之光 如果他看得没错 这是古妖族纯血龙胶的血肉 而且至少是正到巅峰级别的 只是 虽然这肉香真的很诱人 但叶禅一并不打算去吃 因为他还需要隐藏自己 不想被韩飞看见真容 却听韩飞轻笑一声 真的不尝尝 很好吃的 叶禅一 现在你可以说了吗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有黑色小鱼玉佩 巴基 巴基 韩飞一边咀嚼龙胶血肉 一边笑着说道 你是不是感觉自己有一段神魂缺失 叶禅一猛然看向韩飞 眸中闪过一丝光彩 你怎么知道 韩飞又笑道 你身上是不是有一个泪滴胎记 嗡 却见叶禅一豁然起身 死死地盯着韩飞 你到底是谁 韩飞笑着招手 坐下坐下 慢慢说 你打算就这么听 这是个比较复杂的事情 在此之前 我还需要做一个验证 叶禅一再次坐下 疑惑道 验证什么 只见韩飞这一次 毫不犹豫地掏出了航海万象仪来 心中默念 随即就看见 航海万象仪的指针 指向了对面的叶禅一 顿时嘴角都咧开了 哭 果然 叶禅一不明所以 他更不知道这航海仪为什么指向他 却见韩飞收了航海万象仪 然后看着他道 你叫什么名字 叶禅一不答 似乎并不准备透露 韩飞 如果你想找回你缺失的那一段神魂 便以这个作为条件如何 叶禅一 这一回 叶禅一毫不犹豫地回答 禅一啊 还是有禅的影子呢 韩飞略以唏嘘 随即则微笑着说道 听我讲个故事如何 我这个故事可能有点长 你真确定自己不吃点什么 叶禅一摇头 韩飞 你是不想让我看见你真容 所以才不吃 因为脸上的诡异面罩 所以觉得应该看不穿你对吗 叶禅一没有说话 而韩飞抬起手来 手指轻轻一勾 只见叶禅一脸上的黑色面罩 突然消散无踪 化作了一滴水 竟汇聚到了韩飞的指尖 韩飞目光直视过去 面罩之下 是一张清丽可爱的脸 和昔日的夏小禅 竟有气氛相似 靠齿红唇 眼眸轻烈 只是脸颊没有以前那么消瘦 你 叶禅一神色大变 她连忙想召回那滴水 可那滴水却不怎么听话 犹犹豫豫地在韩飞的身边 环绕了好几圈 才回到了叶禅一的掌心 但这一回 叶禅一并没有将其化作面罩 而是有些气恼 你为什么能控制我的东西 韩飞则故意调着叶禅一道 吃饭 你陪我吃饭 我就全都告诉你 事无巨细 包括我为什么可以控制你的东西 叶禅一咬牙 不过也觉得此人太过乖张 前一刻还大杀四方 杀意冲天 这会儿杀意全无 满面春风 关键是 她发现 自己竟然无法对她生出怎样的怒气 无奈之下 叶禅一终于还是冻快了 当她加起一块龙胶血肉 轻轻咬上一口 豁然间 只觉得精神一阵 浓郁的香味 充斥唇齿之间 可味道不是最让她震撼的 让她大受震动的事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自己好像很熟悉这种味道 可是 她明确地知道 自己此生从未吃过这样的东西 又怎会生出熟悉的感觉 韩飞则凑着脑袋道 怎么样 好吃吗 叶禅一极其轻微的撇了撇嘴 冷酷的说道 还可以 哈哈哈哈 韩飞大笑一声 笑得叶禅一有些恼火 你到底说不说 说说说 好吧 故事的开始是这样的 从前 有一所学校 叫做暴徒学院 叶禅一打断 我不是来听你讲故事的 韩飞则微微勾起嘴角 反正你现在闲着也是闲着 这度神谷地开启时间还长着呢 把这个故事听完 你可能会找到你那缺失的神魂 好 柯柯 那我开始了 从前 有一所学校 叫做暴徒学院 这个学院里有四个学生 直到第五个学生到来 他的名字 叫做韩飞 叶禅一脸色微变 韩飞 人黄 韩飞道 别打岔 先不要在意这个细节 先听故事 韩飞讲得很慢 很细 也很啰嗦 从渔场到竞技场到学生间的去世 到学校后山的洞窟探索 直到三级渔场 韩飞 于是天荒城城主李皇 将天荒城的两件重宝托付给俩人 这两件东西分别是两滴混沌原水 其中一滴可名为无尽水 可化任何武器 另一滴名为万物水 可变换成任何物体 听到这 叶禅一不禁看向手中的万物水 他知道这故事里的夏小禅 说的是自己 叶禅一听到这里 终于开口 这个夏小禅 是我的转石身 所以 你的意思 你是人黄 韩飞 故事还有很长 等我讲完 你如果还有想问的 那就再问 韩飞继续道道起来 从三级渔场 讲到不可知之地 知道将他自己被唇黄点击杀 人鱼之类的出现 叶禅一下意识的低头 难难自语 人鱼之类吗 之后 便是碎星岛的后续 一直讲到暴徒学院的反击 兼新城的大族的覆灭 当然了 这一段夏小禅没有参与 但是故事其实挺丰富 直到 韩飞讲到来到了暴乱沧海 俩人再度相遇 遭受到了风神天的追杀 韩飞 夏小禅怀有身孕 然而辟海静的实力毕竟有限 暴乱沧海实在难以供养一位神子的诞生 无数宝药 已无法阻挡夏小禅生机的凋零 韩飞看向夏小禅 所以 韩飞请求她的师兄 施展神通手段 助其转世 为了便于寻找 我炼制了一对阴阳双配 当然了 还有一个胎记 后面 后面我知道了 此时 夜禅阴谋中轻泪低落 但脸上却并未有什么情绪的波动 韩飞微微皱眉 对 南斗杀手组织 对于情报上的掌握 应当不弱 以你的杀手等级 后面那些事情 你的确很容易知晓 夜禅一微微闭眼 原来 我所追寻的 竟是这样的一段回忆 夜禅一闭目许久 然后缓缓睁开 可是 我毕竟转世了 我现在 是夜禅一 并非夏小禅 第2766章完成三件事 不然嘿嘿嘿 看来 你并没有觉醒这一段记忆 这一段回忆 是韩飞说给她听的 其目的不是述说回忆本身 而是让夜禅一觉醒缺失的记忆 只有记忆复苏 才能感同身受 现在 夜禅一只是听了故事 却没有觉醒记忆 对夏小禅本体认同感 只停留在故事层面 或许会感动 但是却没有归宿感 韩飞有些头疼 夜禅一也坦言道 我很感动 但我终究是我 我是夜禅一 不 你是夜禅一 但你也是夏小禅 韩飞淡淡道 你终将和夏小禅融为一体 否则就算你知道了这段回忆又如何 夜禅一反问 转世身一定要回归本体吗 我还有我的路 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韩飞不禁有些脑道 孩子呢 怎么着夏小禅肚子里的孩子就不是你的孩子了 你应该知道 你缺失的神魂并没有完整 你只是听了个故事 但故事是有限的 你无法确切的体会当事人的诸多感悟 夜禅一倒是不恼 谢谢你救了我 也谢谢你告诉这个故事 但我对此并没有归属感 再说一遍 我是夜禅一 不是夏小禅 我也不可能给你生孩子 韩飞气得牙痒痒 但见着理直气壮的夜禅一 他终究还是微微一叹 怪不得大师兄说找回夏小禅有点难度 这何止有点难度 这除非他自己觉醒了 要不然光靠讲故事 根本行不通啊 自家媳妇 不能生气 不能生气 韩飞深呼吸了几口 忽然话锋一转道 好 就算是你夜禅一 但是我救了你是真的吧 夜禅一 如果没有你 或许我早就刺杀成功了 我也能跑得掉 韩飞痴笑 你以为夜禅禅那么好刺杀 再说了 我给你讲了个故事 你难道就没有点回报什么的 夜禅一 你想要什么 韩飞 给我讲讲你的故事 比如 你和夜禅禅到底什么关系 你们为什么要相互置对方于死地 你怎么加入的难抖 夜禅禅又为什么要比武招亲 这些应该不算什么大秘密吧 夜禅一 我讲完这些是不是可以走了 韩飞 当然夜禅一心头一定 从第一个问题开始 我和夜禅禅到底是什么关系 在奇迹森林 其实知道的人不少 奇迹森林有一株奇迹神树 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一开花 十二万九千六百亿结果 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一成熟 每次结果两枚 灵果吸收天地精华 直至成熟 便有了我和夜禅禅 你们俩是果子 韩飞不禁挑眉 也就是说你们在化成人行之前 已经修行了三十八万八千八百年 夜禅一不是修行 是自然吸收天地精华 为降生的我们是无法修行的 韩飞亚议道 在你们还是果子的时候 没有灵质 夜禅一似乎有一点 但我不记得 韩飞心头暗道 大师兄这怕是给人家结了快四十万年的果子 来了一个通梁换柱了吧 自己就说夜禅一和夏小禅 怎么修行得这么快 韩飞 你们刚化行的时候就很厉害吗 夜禅一 没有 我们立天节而化行 化行时只有披海径 化行后 我们分别跟随不同的师父开始修行 直到百年后 我们形成人礼 接受母术 也就是奇迹神术的洗礼 一起开天 那就是在那一天 一切都变了 我和夜清禅都看见了一条神徒 开天镜 看见神徒 韩飞有些诧异 那奇迹神术显然是和太古星辰术是一种类型的 太古星辰术是十万年一开花 十万年一结果 十万年得以成熟 结出一枚初始之地 但是 太古星辰术自己都没成神 而奇迹神术却给夜清禅和夜禅一都展现了神徒 那这诸古术似乎要比太古星辰术强不少啊 韩飞 看见神徒不是好事吗 你们怎么会要置对方于死地 夜禅阴谋中闪烁一丝冷意 因为 我们只有一个可以成神 而且 一旦我们任何一方 击杀对方 便可以继承对方神徒 他日一旦成神 可证双重神格 这就是 所谓的奇迹 双重神格 韩飞眉头一挑 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神格这东西 应该是一个人的神性显化吧 双重神格 有什么说法 夜禅一 自然是实力更强 奇迹孙林之所以能屹立海界 凭借的就是这个 奇迹孙林的历史上 曾有一位双重神格强者 初成神 连斩七神 以一敌妻 韩飞微微皱眉 听起来似乎很强 但是神灵肯定也有强弱 所以双重神格到底有多强 倒是难以判断 不过 这已经足够让夜禅禅和夜禅一相互厮杀了 然而 夜禅一画风逆转 这是宿命之争 我们没得选 只能争 本来 我们应该是要跟着各自的师父修行 最后决出胜负生死 可也就是在我们开天的那一天 夜禅禅的师父 奇迹孙林的天青老祖 设计辐杀了我师父 想要在宿命之争之前就结束这场争斗 师父陨落 但师父却有着另一个身份 南斗的至尊级杀手 所以 我被南斗所救 自然加入了南斗 这种神灵选择之争 哪有什么公平 韩飞 所以你后来曾刺杀过他一次 夜禅一 不错 可惜并没有成功 韩飞不由道 那夜禅禅的比武招亲 很可能就是一场埋伏了 他要借此由头 故意以你现身 在奇迹森林的主场 他定然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夜禅一 不 不只是埋伏我 他是真的要双修 嗯 夜禅一你着眼睛道 因为 他想要获得第三重神格 第三重神格 哪来的第三重神格 夜禅一 螳螂石夫的故事 你应该听说过吧 装修 的确可以让俩人静静神速 一起共赴神徒 但共赴神徒的目的 只是为了变得更强 所以 哪怕是我 若是与人双修 一旦成神 恐难自意 会忍不住时杀至亲 以获第三神格 装修之人越强 第三神格越强 韩飞 那万一杀不掉他的夫君呢 夜禅一 那就会变成如他和我现在的这般格局 不同的是 他杀对方可以获得第三条神格 对方杀他 什么都得不到 则则韩飞不禁扎蛇 夜清禅和夜禅一的俩人的成神之路 也太刺激了 简直灭情决性 韩飞不由道 这么重要的隐秘 你既然可以告诉我 何不如等他比武招亲之时 公布天下 这想想可就刺激 夜禅一 说了又能如何 哪怕他们会变成仇人 那也是在成神之后 有谁能挡得住成神的诱惑呢 倒也是 夜禅一 因为你告诉了我想知道的一切 所以我并不介意将这些隐秘告诉你 现在 我该走了 夜禅一起身 立刻就要离开 然而 韩飞一挥手 收起了火锅和烧烤 直接拦在了夜禅一的身前 夜禅一恼怒 你答应过我 会让我走的 韩飞扬作回忆 我 是吗 我怎么不记得 其实 事情到现在已经很简单了 你们两个如果必须要死一个的话 那就只能是夜清禅了 走 我帮你去杀了夜清禅 不需要 我自己能杀 韩飞 你试了三次了 哪一次成功了 夜禅一直直的看向韩飞 那是因为你 否则我两次都能得手 韩飞吃笑 你怕是想多了 两次你都杀不了他 只能让他重创 但是 你若真重创他的时候 你就已经走不掉了 人家是在以自己为诱饵 等你上钩 你 一个人 一把刀 你还想上天不成 夜禅一 那是我的事 我师父的仇 我要自己来报 而且 我现在不是夏小禅 我是夜禅一 我忽然 夜禅一自己的大道被压制 他还想引顿 然而此间大道竟然不听使唤 跟着 他的身上便被套了一层又一层阵法枷锁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夜禅一亚异地发现 自己的实力竟然被一点点封印 他甚至都不知道韩飞什么时候发动的阵法封印 韩飞咧嘴一笑 你看看 你除了暗杀的时候实力惊人 但是正面作战 你还很青涩 这意味着 你习惯了暗杀 但是你并没有经历过多少正面战斗的试炼 所以 一旦离开了你的专场领域 你的实力并不会比神榜上那几个废物更强 但是 你知道夜清禅人家这些年 经历了多少正面战场失恋吗 我是杀手 只要一次机会就能击杀他 扯淡 啪 巴掌声响起 韩飞一巴掌拍在夜禅一屁股上 后折美眸瞪的老大 你敢 韩飞笑吟吟地绕着夜禅一转了几圈 手掌扶过他的腰支 摸得夜禅一当时就一哆嗦 他一个冷酷杀手 杀人如麻 可哪里经历过这个 你再动一下 我定杀了你 然而 韩飞根本不当回事 手掌顺着夜禅一的腰支 往上 往上 你无耻 你要是再这样 我跟你不死不休 只见韩飞手掌猛的一紧 将夜禅一拉入怀中 吓得夜禅一颤抖着 闭上了眼睛 就在夜禅一以为自己要完了的时候 韩飞停下那乱动的手掌 不过他的声音却贴着夜禅一耳朵响起 脾气还挺大 我还能整不了你 你看看你现在连把像样的刀都没有 杀个屁的夜清禅 却见 韩飞直接将夜禅一给扛了起来 作为一个杀手 你不应该一起用事 你需要的 是夜清禅的陨落 而不是你自己多么英勇地去刺杀他 这是两回事 你放我下来 韩飞 以我对你的了解 封印解开的瞬间你就得跑 我不跑 你放我下来 真的 真的 却见韩飞将封印解开 然而 瞬息之间 摆到黑影四散开来 这逃逸手法也的确算得上一流 然而 只听轰鸿一声 牵到雷痕 划破长空 持息之后 韩飞继续扛着夜禅一踏 大须而行 并笑道 你看 我真的很了解你 比如你现在要 啊 咬我 韩飞只觉得泪涩一疼 某人牙口还是那么好 现在实力上来了 咬人也更疼了 韩飞微微摇头 自顾说道 所以说 转世升级大程度地继承了本体的一些本能特性 这些东西很难去更改的 哼 我一定会杀了你 嗯 想杀我你也得有把刀对不对 我不信你有 还有第二件造化领宝 叶禅一 你要是不信 可以解开封印看看 嗡 封印部分被解开 叶禅一认了一下 反手一柄匕首出现 他知道韩飞很强 反手一刀捅在韩飞后腰 他知道韩飞急到链体 肉身逍遥 可没想到自己近距离之下 清理一刀 竟然连破防都没能做到 韩飞微微摇头 哟 没想到你还有一柄混沌领宝匕首 不过 混沌领宝终究还是比造化领宝差了不少 叶禅一心生无力之感 顿时又恶狠狠地威胁道 你信不信我将你人黄的名字散布出去 韩飞不屑地笑道 你觉得救度神谷地里的这些人 知道我的身份又能如何 除了会畏惧我 躲着我 别的什么都干不了 而且 你要真说出来 那以后我遇见南斗的杀手 可要见一个杀一个 见一双杀一双了 相信我 你们南斗的那位神 他还不敢动我 叶禅一 逃跑无门 威胁无用 叶禅一终于放弃 你到底想干嘛 韩飞 带你去双修 啊 你放开我 他又一巴掌拍在叶禅一的屁股上 韩飞哈哈一笑 不过 在带你双修之前 我先带你去找把刀 狂徒 我有刀 我找的是上品造化领宝 吹鱼 韩飞忽然停下 将下小缠放了下来 这样 我们打个赌 我帮你找到上品造化领宝 你就老老实实跟我双修 讲都别想 见叶禅一一脸拒绝和不信 韩飞想了想 张口闭口上品造化领宝 正常人都不信 他旋即又道 我带你去做三件事 这三件事 只要你完成了一件 我就放你走 当真 自然 但如果你玩不成 嘿嘿嘿 哼 叶禅一心想 双修是不可能的 只能先拖着去完成这三件事看看 如果玩不成 就只能跑了 半天后 一处名为临海溪流的地方 这里有万道溪流 交错纵横 此刻 这里正喷薄其光 有一柄下品造化领宝出事 引得这些人在争抢 韩飞和叶禅一到的时候 叶禅一都有些惊讶 虽说那不是上品造化领宝 但也的确比他的混沌领宝强 不少人注意到了前来的王涵和叶禅一 但并没有当回事 毕竟来渡神谷地的人多了 不是人人都认识王涵的 而叶禅一正想着要不要把那件下品领宝夺过来 却听韩飞说道 第一件事 去抢夺这件领宝 通过这件领宝 引出上品领宝 上品领宝责任而是 你若不展露实力 他是不太会主动出现的 你能凭自己的实力得到上品造化领宝 就算你赢 叶禅一文言 没有多少犹豫 当即杀出 虽然他不想成韩飞的情 但是正如韩飞所言 他没了造化领宝 的确难以刺杀叶清禅 虽然他是难斗很强的杀手 但是他想获得东西 只能自己去狩猎 但也清禅不同 整个奇迹孙林都在支持他 如果真的有得到上品造化领宝的机会 他自然不会放弃 战场中 不过 正如韩飞所言 叶禅一的战斗表现 并没有他猎杀石那么强悍 正面对战中 单对单几乎无人是他的对手 但是一旦敌人多了 他显然就有些束手束脚了 这和杀手的特性有关 杀手所遵循的铁则 很多都是和正面战场完全违背的 就好像杀手不可能一网无钱 和不畏死一样 剪影 刺杀 才是一个杀手的正常宗旨 当然了 叶禅一毕竟比这些人强 所以只用了百余锡 就抢到了那件下品造化领宝的短刺 不过 这些人也都不是善查 上百人的追杀 几乎是转瞬间就让叶禅一陷入了被动之中 纵然暗影杀术强悍 但人家大道也不差 叶禅一可以入虚界 这里也有七八个人可以入虚界 至于逃跑 他不能逃 虽然不知道 韩非怎么知道这里有上品造化领宝的 但是他相信韩非的判断 可若是不跑 仅仅有三十余锡 叶禅一就落入全面的下风中 诸位 封死他所有的路 无以重力法则影响此间 解决此人后大家再行争夺 以魂机影 神魂之力强的 一起出手 叶禅一又撑了二十余锡 就连续遭受到了数十重大数轰击 就在一轮七八道神术覆盖之时 只见一道九尺大环刀横空当下 一刀碎尽此间神术 此人是西荒匪徒王涵 虽然实力强 但他们只有俩人 大家一起出手 若能镇压王涵 他手中的九尺大环刀 也必然不俗 只听 韩非的声音在叶禅一心头响起 很可惜 正面作战 你连这些人都解决不掉 你觉得你能杀得掉叶清禅 价面我吸引攻击 你来寻找他们的攻击漏洞 叶禅一咬牙 虽然不怨 但此刻处于战局之中 他也不得不和韩非配合 只见 有人布下万剑杀阵 韩非一刀之初 一刀破万剑 那人心下骇然之时 双手一合 体内一道魂剑杀出 可就在魂剑刚刚杀出 一柄匕首自侧面洞穿自己 这种趁其不备的漏洞 叶禅一自然是不在话下 但随即 韩非收手握刀 爆发一击 浩天斩新刀第八事 雪刀灵天 此刀出 对面一名魂修强者 直接就猛了 因为他根本挡不住 整个人被锁死 不少人也纷纷愣神 心说这王韩浩强 只是 当他们的目光落在 韩非这一刀上时 接连六人因为瞬间的失神 直接被叶禅一洞穿 下一刻 就见韩非突然来到叶禅一面前 与他交错攻击 韩非每每一刀斩出 虽然为直击对方要害 但却让对方出现轻微的漏洞 扑扑扑 叶禅一忽然发现 虽然仅仅只多了韩非一个人 但自己打得太舒服了 自己几乎完全可以从 韩非正面抗衡的瞬间 找到对方破绽 片刻之后 被叶禅一击穿的人 竟然达到了恐怖的两百人 也是在那一刻 忽然之间 这数万道溪流中 皆有一滴闪烁着 奇异光彩的沙利悬浮于空 顿时 有人震惊到 又有灵宝出世 啾啾啾 当那数以万计的沙利汇聚 净化作了两柄匕首 这两柄匕首竟主动 飞临叶禅一身边 开始环绕起来 一时间 这些人纷纷色变 灵宝则主 这些人似乎又心动了 然而韩非却淡淡说道 刚才我手下留情了 你们要懂得感恩 持续时间 不走的 杀 有人动容 心里微微一叹 这俩人太强 自己若强行出手 怕是陨落的可能性极大 诸位 我先走了 领宝很多 被有命拿 我也先走一步 两位 这领宝归你们了 不过片刻功夫 数百人全都跑光 而叶禅一此刻 正与这匕首相互感知 又半日后 叶禅一豁然睁眼 眼神怪异的看向韩非 果然是上品造化领宝 韩非淡淡一笑 之前的战斗 感觉如何 叶禅一 因为你太强 所以才能逼他们一直露出破绽 韩非摇头 不 这是配合 是队友的力量 杀手是独来独往的 哪怕一群杀手 他们的配合之法 也是精于算计的 只能强一时 不能一直强下去 你们善于刺杀 但若于正面战斗 你很强 但又不够强 所以以你现在的刺杀能力 是不可能刺杀到了叶禅禅的 因为 他不是一个人 叶禅一皱着眉头 有了上品造化领宝 他挡不住 挡不挡得住 你说了不算 我们现在 要去做的第二件事 就是去刺杀叶禅禅 这一次 你还是独自去刺杀 第2767章神节爆发 两天后 一处名为黑暗石海的地方 在洪荒时代 这里可能是一片巨型湖泊 或者一片海域 里面到处都是临寻怪石 这些石头有一个特性 那就是无法被探查 每一块石头 都需要被炼化后 才能知道内中是否会有宝贝 对于常人而言 这其实就是赌石 不过消耗的是时间而已 但对于普通散修而言 它们去不了危险之地 赌石反而是它们唯一的选择 所以这黑暗石海 也就成了无数散修最为热衷的地方 正常炼化一块石头 最少也需要三天的时间 历见很多人一直在这里堵石 但一直到堵神谷地关闭 也未能获得一件宝贝 也有人只炼化了第一块石头 就出了灵宝 一名太古神院的女修 出现在这里 她的身后 两名互道者相随 其中一人传音道 圣女 我们这样真的行吗 那个王涵 肉身逍遥 在这度神谷地 几乎就是无敌的存在 她若帮了叶禅衣 圣女何以还能以身犯险 是的 这名太古神院的女修 正是叶清禅 只听她淡淡道 肉身逍遥 的确是我没想到的 不过 这也并非不可破 叶禅衣只是个美脑子的杀手 至于王涵 哼 体魄强 那便对她的神魂出手 烂石头 每一块都是精品中的精品 其中极有可能蕴藏领宝 一块只要十枚炼化星辰 简直便宜得令人发指 今天领宝低价出售 一件只要一百炼化星辰 开十块石头 都不一定能开出一件 预购从速 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了 棍盾领宝 只有一件 三门神品大树 外加一百炼化星辰 一件极品神器即可兑换 在外界 简直想都不要想 这里 诸多强者 摆起各种摊位 当然 出售的物品 质量的确是没得说的 韩非此刻就坐在这里摆摊 身前摆放着三件先天领宝 还有十七八块随便捡来的石头 叶清禅和叶禅衣 现在都不知道变成了谁 反正此刻正藏于这一大堆散修之中 至于阴阳双配 也在这里出现 但却被摆在了一个摊位上 然而 中品神器的玉佩 在这平均实力开天境 大圆满级别的地方来说 和废品没什么区别 所以根本没人关注阴阳双配 而韩非的玉佩 也同样没有佩戴在身上 既然下小禅已经找到了 阴阳双配也就没有了意义 就只是单纯的一件中品神器而已 所以就将它交给了叶禅衣 至于叶禅衣怎么用 那就是它的事了 李铁心情不错 挖石头的半路上 一不小心捡了一块中品神器玉佩 虽然只是中品神器 但却是捡的 弯个腰的事情 谁不论意 关键是 它捡到这中品神器 觐见这玉佩竟然似乎在 和什么东西发生感应 难道另有隐秘 李铁顿时精神一阵 不动声色地炼化了 这块黑色小鱼玉佩 紧跟着 它就感应到了一种莫名的召唤 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自己 片刻后 它来到了黑暗石海的一处 散修者集市 很快就找到了召唤的来源 竟然是一个摊位上的上白色玉佩 李铁不傻 立刻在自己的黑色小鱼玉佩上是施加封印 遮掩了这召唤气息 然后足足过了两个多时辰 才装作逛街的路人 一个个店铺逛了过去 哎 老板 你这摊位上怎么还有中品神器啊 李铁拿起摊位上的一支先天灵宝铃铛 正在打量 杨作不经意间看见了那眉白色的玉佩 只听着老板道 哦 这小鱼玉佩啊 花了十枚炼化星辰 从一块石头里开出来的 简直亏大了 哎 你这铃铛要不要 你要买了 我这小鱼玉佩送给你啊 开出来的 李铁表情疑惑 似乎在想 如果是开出来的 那这一对玉佩的价值可能就弱太多了 但如果是减的 那这玉佩 说不定还能有点说到 李铁琢磨了一下 这铃铛看起来防御力不太够 你这还有更好的镇魂领宝吗 老板耸肩 那倒没有 李铁 可惜了 哎 老板 我倒是挺喜欢这小鱼玉佩的 要不我一枚炼化星辰买了 老板呵呵一笑 行啊 兄弟你要不嫌吃亏 我当然卖啊 也就是在李铁和这摊主老板交谈的时候 此间暗潮涌动 无数感知 各种目光的来源 皆被锁定 李铁刚离开那个摊位不久 忽然间 一个太古神院的女弟子挡住了她的去路 李铁一脸疑惑 几位 有事吗 而那太古神院的女弟子则淡淡一笑 叶产一 你以为我会以为这个白痴只是一个试探 如果换一个地方 倒是有可能 但这里 无论你怎么伪装 都逃不出我的眼睛 李铁只觉得莫名其妙 这位姑娘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 这小鱼玉佩 是你丢的 只见 这太古神院的女弟子 直接显出原来面貌 蓝斗神术 寻踪觅法 我不是杀手 但我知道 顶级杀手 往往就是那个看起来最无害的人 如果我没猜错 最多半天 你就可以通过那个曼玉佩的 顺藤摸瓜摸到我身边 前辅两到三天后 甚至更久 你才会真的对我出手 虽然我不是杀手 但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杀我 所以这个地方 从一开始 就都是我的人 每一个外来者 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嗡 忽然间 只见此间正在摆摊的 行走的路人 正在炼化石头 纷纷放下手中的事情 一个个实力迸发 大到笼罩 当然了 也有百来个人士 确实误入此地 以为这真是一个散修者营地 韩非当然也站了起来 他早就离带桃江 彻底冒充了这个摊主 此刻 他饶有兴致地看着局中 却见 叶缠一猛地出手 上品造化领宝在手 只是瞬间 一道鸿芒血线 自叶清缠身上喷涌 然而 就在叶清缠被击杀的那一刻 此间四面八方浮现出 诡异血色符文 乍时间 这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传送阵 而叶清缠身边的两个人 两声力喝 自口中喷出 超出了帝尊镜的恐怖剑芒 藏剑之法 这剑不是攻击叶缠一用的 而是将此间封印 挡住了叶缠一的去路 终于 叶缠一装不下去了 他真的没料想到 这一处近三千余人的散修者小营地 竟然全部都是叶清缠的人 他还特意观察过 这些人进进出出 热热闹闹 摆摊的摆摊 堵食的堵食 买东西的卖的东西的 根本都没有演绎的痕迹 他哪里能想到 叶清缠为了埋伏自己 竟然布下了这么大一个局 用了这么多人 嗡 叶缠一此刻第一反应是逃离 此次计划已经不可能成功了 然而 他还没来得及跑 此间竟开始虚化 传送阵 叶缠一心头一惊 叶清缠明明可以围杀自己 摆什么传送阵 抓当场景变换 眼前出现的是一座巨大的手掌山峰 龟魂之地 叶缠音脸色大变 下一刻只觉得体内血液流淌 彻底停止 身体上仿佛背负着无穷枷锁 他的神魂 竟直接被排斥出肉身 是的 这龟魂之地 是一处传承之地 也是渡神谷地中除了黑夜女神传承外 极为特殊的传承之地 在这里 肉身会被压制 只能以神魂 观碑悟道 讲要离开这里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回归肉身 而这里名为归魂之地 是传承之地 讲要神魂回归肉身 需要顶着极大的压力 至少 也需要三个时辰左右的时间 纵然是韩非 此刻都觉得肉身沉重 神魂被破离体 他的操控之法 立刻失效 不过韩非反手一刀 以神魂之丝击杀了 那个被他操控的强者 只见 叶清禅的身影出现在此间上空 我等你们已经很久了 王涵 不得不佩服你的隐匿之法 在诠释我的人的情况下 你竟然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操控我的人 韩非哈哈一笑 过奖 过奖 哼 叶清禅冷哼一声 肉身逍遥是吗 我倒是看看你现在还能如何 韩非微微耸肩 只见他看向叶禅一道 我说过 杀手是有局限性的 你经历的正面战斗太少了 比如现在 你觉得自己还能逃出去吗 叶禅音咬牙 短期内 多次频繁的刺杀 的确不符合杀手条例 但是 他觉得自己获得了上品造化领保 就战力上 已经够了 可谁知道 对方竟然埋伏了这么多人 关键的是 叶清禅和其他数百强者 似乎早在这里等候 此刻已经拿回了肉身 叶禅一 你自己想办法走吧 我知道凭你的本事 应该能做到 韩非则微笑着摇了摇头 这是第二件事 很可惜你依旧没有完成 甚至很实失败 说完 只见韩非脚踏虚空 看向叶清禅道 还有你 其实你也很失败 你凭什么觉得 我就没法对付你 只见 韩非一步跨出 雪天刃出现在手中 反手虚空一展 诸神黄昏之下 一个强者魂体 直接被绞碎 叶清禅脸色大变 肉身逍遥 怎么可能还有这么强的神魂之力 神魂应该是王韩的弱象才是 怎么会这样 叶清禅 所有人 不要留守 密法全开 以神魂杀术先轰杀叶禅一神魂 叶清禅没有选择自己亲自动手 也没有让这些人立刻对韩非出手 因为他知道 只要对叶禅一出手 就可以把韩非牵制住 纵然韩非还有手段 也威胁不到自己 虽然 叶清禅自己也很强 但是他更谨慎 毕竟 击杀叶禅一 是他当前人生中 最重要的事情 没有之一 可是 事情总不尽如人意 只是 叶清禅毕竟不了解韩非 所以他的想法和大多数人一样 你体魄强悍 那神魂必然就是你的弱像 可是 当韩非一出手 他就发现自己想得过于简单了 此间神魂大数层出不穷 近三千人 对着他们两人出手 按理说 不可能不敌 然而 韩非反手便掏出玄武帝甲 施展龟甲封天术 只听他道 你看 我知道一个出色的杀手 同样擅长神魂杀术 但是 你不可能有应付这么多人的办法 哪怕你拥有上品造化领保 所以 给我待在这 叶禅一 你要干什么 韩非轻轻一笑 唯有回答 转头一步跨入龟甲封天阵的笼罩范围 杀了他 叶清禅是头一回遇到这么难缠的敌人 这世上会出现这种人吗 肉身逍遥静 神魂同样强大无比 疾到者 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神魂攻杀中 那漫天大树 皆在韩非身侧百米外被挡住 韩非反手换出血天刃 看向叶清禅道 是谁给你的错觉 这就能杀我了 只听韩非淡淡道 去 这些肉身 都归你了 翁刷血天刃争鸣不断 刺激 太刺激了 这个家伙 杀性很重 他很喜欢 这么多强者肉身 纵然不能连带神魂一起斩了 但这那些血肉精华 让他体会到了久违的快感 如果韩非能够天天震杀这么多强者 他甚至觉得自己还可以更进一步 挣脱上品造化领宝的桎 滞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扑扑扑那些肉身同样被此压制住的强者 肉身无法动弹 犹如呆在鱼肉 随着血天刃接连斩过 却倒是一具又一具身体 血肉被吸干 化作一层单枯的皮包骨头 而且 这可不是他们想复苏就能复苏过来的 正常人被轰碎 血肉哪怕化作尘埃血雾 但他们依旧是存在的 可被血天刃杀穿 血肉精华消失一空 他们想要复苏 只能以巨量的资源 重塑身体 可是有血天刃在 他们重塑的了吗 顿时间 这近三千人都慌了 有人喝道 不好 这是上品造化领宝 若不斩杀此人 我等全都得陨落 有人骇然 必须斩其神魂才行 面对这么多强者的神魂杀术 韩非的万法由天数字是得到了发挥的空间 虚空微距 化法由天 只是 开天竟无法画法 韩非只能画到 但效果同样不俗 扑扑扑诸神黄昏 顽刻神魂杀术 韩非每出一刀 皆有一人陨落 片刻功夫 数百人神魂湮灭 叶清禅脸色苍白 不可能 除非疾到练魂 疾到 双疾到 此人走上了双疾到 可是 怎么可能 这世上怎么可能会存在双疾到 疾到者 真正练到极致 实力会超出非疾到者太多了 别说双疾到了 单疾到都是极其罕见的怪物 双疾到 他根本闻所未闻 叶清禅清醒地意识到 和这样的敌人为敌 如果不能将其击杀 后果将不堪设想 正女 此人过于强大 我们当重启传颂阵 否则此番必将损失惨重 正女 为今之计 当另寻他法 然而 叶清禅不甘 好不容易不下这必杀之局 一旦渡神谷地结束 天大地大 将更难击杀他们 叶清禅咬牙 只见他寄出一张符纸 看得身边诸多护道者 下意识地惊呼出声 这是 神节 圣女 你疯了 我们很多强者还在 叶清禅此刻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这个王寒必须得杀 今日不杀 必成后患 所以 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他都得死 只听他喝道 所有人 舍弃肉身 神魂来我这里 一时间 那些强者心下骇然 再也顾不得对 韩非出手 生怕跑得慢一点 就得陨落当场 而那些被卷进来的无辜者 这会儿都还没怎么反应过来 不过闻听神节二字 也是拼了命地 要往叶清禅那儿跑 叶禅衣脸色大变 再也顾不得躲在 玄武帝甲的保护范围内 而是冲到韩非身边 大喝道 走 这不是你能抵挡的了的 这是神节 根本不是大地境之下可以抵挡得住的 韩非这时也停下了动作 神节 在渡神谷地这个地方 大家实力都被压制在开天境大圆满 不论是谁 都不可能挡住神节 哪怕自己肉身逍遥 也同样挡不住 甚至 此间天道都不一定会管 因为渡神谷地本就是神灵渡节之地 神节的出现 会被此间大道干预吗 韩非无法确认 只见叶清禅一点都不耽搁 行事极其果断 庄只夹着那张符纸 即刻施法 符纸燃烧 此间天地色变 雷声轰鸣 走 叶清禅看都不看韩非和叶禅一 因为他自己也不敢停留 神灵之节的威能 哪怕一散出一点 都不是他能够抗衡的 任何人 沾之即死 叶清禅脚下阵法浮现 他的身影被传送走 哪怕是他自己的人 都有近百人没来的急退回去 这些人 心头纷纷咯噔一下 心到完了 空梦 宛若大日雷霆 一道金色龙影当空而现 叶禅一见此一幕 反而有些绝望了 他看向韩非 微微一叹 对不起 连累你了 却见 韩非面色难得的凝重 无妨 是我小看他了 只见 韩非伸出手来 也是一条小龙出现 只听他声音中 似乎带着一些疯狂 神节吗 我也有 这是当初韩非跟洛小白要回来 准备对付天族大帝的 没成想 竟会用在这里 秋 却天人回归 直接没入韩非身体 空梦 空梦龙 无边微能降临 此间一片金光璀璨 刺得眼睛都睁不开 那些没来得及跟随夜清禅跑路的人 几乎是瞬间 被这恐怖无穷的力量 免作了虚无 整个归魂之地 那些野生修行者 多半没能逃脱覆灭的厄运 神节如果只是节 或许范围有限 只针对一个人 但是 神节被炼化出来 变成武器 那未能笼罩范围 就不是一般的夸张了 毫不客气地说 两道神节碰撞之际 整个归魂之地 都被笼罩 唯有那归魂之地的神灵石碑 扛住了这等冲击力 也正因此 归魂之地的失恋尽致 似乎被神节击破 韩非有所预感 立刻拉着叶禅一 回到了龟甲封天阵所在范围 重新进入了肉身 砰 恐怖的力量冲击在龟甲封天阵上 冲击得龟甲封天阵颤抖不已 韩非面色凝重 他并不能确定 玄武帝甲能不能挡住神节的恐怖力量 叶禅一头一次发现 在如此恐怖危能的面前 自己曾引以为傲的力量 根本一无是处 连阻挡这神节的资格都没有 韩非淡淡道 看见没 叶禅禅够狠 也够果决 这场局可能在渡神谷的开始 没多久就开始不了 唯的就是引你入局 而这神灵之节 说句不好听的 可能也是特意为你准备的 毕竟 损失一道神灵之节 帝尊境内在无阻碍 还能获得第二神徒 成就双重神格 这笔买卖 非常划算 叶禅一身体紧绷 面色凝重道 现在你还有心情教育我 韩非 要不然现在能干吗 难道还跑出去送死不成 叶禅一心头不禁骇然 这龟甲品香不凡 竟然能挡住神节 至少也是大地级别的至宝 这家伙 哪来那么多宝贝 难道是有什么寻宝秘术 龟甲封天阵没有让韩非失望 十兮 百兮 一直到三百余兮 卡擦就在韩非觉得能撑过 这神节之威的时候 一道裂痕出现在玄武帝甲之上 韩非和叶禅一顿时心头一紧 韩非按道不好 两道神灵之节 爆发的地方距离玄武帝甲太近了 纵然玄武帝甲防御不凡 可是两道神节冲击的 仅靠玄武帝甲 恐怕不一定能顶得住 韩非反手掏出希望之刃 试图展开时间线 然而神节笼罩之下 无法跨越时间 翁 六道天禅一加身 韩非震翅 依旧无效 时间空间 皆不可触碰 自己身上宝贝不少 但是能挡住神节的 或许只有造化玉玲塔了 可是 造化玉玲塔只是下品造化玲宝 恐怕根本挡不住 至于雪天刃 这就是一柄刀 根本不算防御性造化玲宝 哭不得他们周全 韩非目光闪烁 他看见了那道闪烁的石碑 是了 神灵时刻 那是神灵所留 可以抵挡这神节之威 韩非当即回头 朝叶禅一喝道 站在这 别动 叶禅一 你要干什么 韩非 我去把那块石碑给扛回来 第2768章啪啪啪啪 你疯了 外面神节之威尚未散去 你若出去 瞬间就会被碾成鸡粉 叶禅一当然知道 韩非很强 但是他还能强得过神节 只在这种情况下走出结界的 只有大帝竟强者 韩非心说这能有什么办法 全武帝甲 显然挡不住 他之前倒是有过 盗取叶清禅神节的想法 但是 当初下品造化玉玲塔 他尚且盗不来 神节就更不可能到过来了 而若针对叶清禅用虚空道术 显然也没有意义 这种添交 镇魂领宝绝对不弱 一旦没盗取成功 身份就露线了 不过这也仅是韩非 到了帝尊敬 昔日的虚空垂吊术 已经不是很够用了 也不知道在得到第八根小藤后 虚空垂吊术 还有没有推演的机会 这不 叶禅一刚喊完 韩非已经消失在 龟甲封天阵中 嗡 当韩非进入神节之中 几乎是瞬间 一片雪雾炸开 叶禅一脸色苍白 虽然他现在还并不把自己当作下小蝉 但是在这一刻 心头也是咯噔一下 脸色煞白 脑子里空白一片 直到他看见韩非的在神节之中 体表散发璀璨的金光 竟然扛着神节之威在行走 心头才稍缓过来 怎么可能 叶禅一无法理解 韩非到底凭借何等手段 才能在神节之威下 还能安然无恙 而且 刚才那一片雪雾是什么 不是韩非的吗 神节覆盖之下 韩非面色凝重 还好 距离那石碑并不是很远 替死大道的无敌状态 也并未让他失望 三夕之后 韩非来到石碑面前 再次炸开一片雪雾 继续保持无敌状态 眼前 神灵石刻窥然不动 神性威能在爆发 纵使神节 也未能撼动其分毫 不过 虽有神性威能 但毕竟不是真神在此 只是被动显化 并未对韩非产生敌意 而此刻 因为神灵石刻的忽悠 神节之威已经无法再冲击韩非 果然 这石碑是比玄武帝甲还强的至宝 韩非心头不禁想着 也不知道能不能将这石碑 给带出渡神谷地 这要是能带走 以后再遇到神节这种可怕的攻击 自己倒也有了应对之法 然而 当韩非双手抱住石碑 使出距离时 赖一散的神性 竟立刻冲击韩非身体 砰 韩非体表再次炸开一层血雾 是的 替死大道又出现了 神灵石刻虽然没有灵性 但是韩非撼动神灵威严 第一时间还是遭受神性反噬 吼韩非双手一合 全力施展 艰难地抱起神灵石刻 还好 这终究只是一块碑而已 无主之物 可惜此间无法勾连本命星辰 否则定能带走 韩非有些可惜 如果这些石碑能带走 那这偌大的渡神谷地 得有多少块石碑啊 每一块 怕是都得相当于一件上品造化 灵宝级别的防御质宝 只是当韩非想要扛着石碑往回走的时候 却骇然发现 自己的速度近慢了千倍万倍 还好 叶清禅选的地方 正是这石碑悟道之地 所以归甲封天阵距离这里 只有几千里远 叶禅一看着这一幕 都傻眼了 这真的能搬 神性冲击之下 竟然还有人能移动石碑 法体双脸 无敌状态 似乎猜到了什么 叶禅一露出惊诧之色 他并怀疑是这世间存在无敌的法 但现在 他不得不信 同样的 他不禁想到 如果一个人拥有这等无敌状态 岂不是就真正的无敌了 不对 他一次无敌状态 只能维持3C时间 每3C 就会爆发一次雪雾 应该是付出了什么代价 虽然他不知道这代价是什么 但绝对不会简单 三十余西后 韩非全程一共施展了13次替死大道 终于将这神灵石碑给扛了回来 而这时 玄武帝甲上的裂痕 已经多达七八道之多 通将神灵石刻放下 韩非顿时只觉浑身轻松无比 只见他心念一动 立刻收起了玄武帝甲 可惜了老乌龟的玄武帝甲 如果再撑一会儿 可能就要破碎了 即便现在 韩非也不知道玄武帝甲还能不能抵挡地径或者神灵的攻击 嗡 神性光辉将韩非和叶禅衣笼罩 因为韩非没再强行搬动石碑 所以这神性威压也并未反噬他们 韩非喘息了几口 看向叶禅衣 见他瞪大了眼睛 以为他是被自己给震惊到了 于是便笑道 这叫 人到绝处又逢生 你看 你又欠我一条命 要不然叶清禅用这神节对付你 你觉得你能扛得住吗 然而 叶禅衣却伸出手指 指了指韩非的身后 嗯 韩非忽然感觉有些不对 他连忙回头看见 然而 他却看见了三条似乎被迷雾笼罩的通天大道 顿时 韩非神色大变 这是 神徒 是的 韩非被震撼到了 他不禁想到了在雷音鼓叉看见的那条神徒 自己身后的这三条通弦之路 好像和那神徒有点像 却见夜禅衣不可置信地开口 你 你的神徒觉醒了 而且 一下子觉醒了三条 这 就扛个石碑 就觉醒了 韩非也是被震撼到了 要知道 他走的是人族至尊神术和神魔之体这两条路 但是人族至尊神术说是会被卡死在大地巅峰 按理说现在不会出现神徒啊 按理说 自己在人族至尊神术修炼到极致后 才会寻觅神徒 他怎么会料到现在他就能觉醒神徒 韩非不禁顺着这所谓的神徒往上看去 左边第一条 当韩非目光试图沉入那神徒之上 忽然间 他仿佛看见了一片黑暗混沌中 闪烁一抹奇光 他的感知 仿佛一下子被拉入那无尽虚空 他看见了一双眼睛 于那眼睛中 他看见了万物生灵 似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爆发式成长 于那星辰汉语之中 有神胎降生 韩非沉浸在一种莫名的感受中 他感觉自己似乎化作了一道神胎 前一刻还是胎儿 下一刻已凌驾诸天 再下一刻 身体越过无穷黑暗 走上一条黑水河流 到这里 韩非视野已经模糊 他好像感受到了神胎传递而来的莫名悲哀 不止韩非的悲哀 叶禅一似乎被一种莫名情绪所感染 眼中胃流不止 他感觉到了无比的心酸 他仿佛能够体会到韩非的悲哀 那一刻 不知道为什么 叶禅一觉得 眼前这个男人 好苦 好苦 苦到他情不自禁地产生了强烈的同情 想要安慰他 扑韩非猛地喷出一口精血 在清醒时 眼中两条血泪蔓延 叶禅一连忙上前 你怎么了 韩非面色凝重 你别管我 韩非此刻 心头只觉得无比的悲哀 前一刻他还能调侃叶禅一 但此刻他却感觉到心都有些不稳 甚至生出了一丝万念俱灰的感觉 不对 这条路不对 韩非脸色扭曲 他判断 这条路走得太过苦涩 感觉身心俱疲 最后只剩下了悲哀 跟着 右侧第一条路 竟然主动开始绽放 韩非似乎听到了 那条路隐隐传来声音 当他的目光看过去的时候 再次感受到了那种心神沉浸的感觉 然而 这一条路 韩非刚看过去 就看到了一片血色 放眼所及 皆是血色 他看见一万星辰在崩溃 看见万物生灵在陨落 他甚至能感受到这个世界 这片天地 这茫茫星海 都已经倾尽了最大的努力 但最终逃不过覆灭之局 此刻 站在韩非身后的夜产衣 连连后退 因为韩非身上爆发出了强大的杀意 无边的杀意 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杀意 他在看韩非时 宛若看见一尊代史魔神 本能的产生畏惧 连身体都不由得微微的颤抖 而韩非 此刻终于看见了这条路的极端 他似乎看见了不祥 他看见这星海中有无边的阴影笼罩 他要杀 疯狂的杀戮 扑韩非 醒醒 夜产衣似乎感受到了韩非沉浸 与某种境况无法自拔 强行触碰了一下韩非 结果被那反正之力 直接冲击的鲜血狂喷 浑身血色弥漫 而韩非 随即回神 等他再一看 他忽然发现 这天地间 似乎什么都没有了 有的 只有死亡 一个哆嗦 韩非心神从这条神图上脱离出来 只觉得心脏跳动的厉害 他回头看了眼夜产衣 发现 夜产衣此刻正艰难地躺在石碑笼罩范围的最边缘处 身上鲜血淋漓 整个人脸色煞白 似乎都喘不过气来 夜产衣艰难开口 你身上 杀意 太重 太重 可 韩非脸色难看 连忙来到夜产衣身边 接连就是三四团夜太神灰塞了过去 后者这才恢复了一些过来 夜产衣神色复杂地看向韩非 你去看最后一条神图 神图显化 并不一定长久 不能错过 夜产衣自己也看过神图 但完全不是韩非的这种状态 韩非的神图 很疯狂 疯狂到让他害怕和颤力 韩非微微点头 给夜产衣又塞了四五团夜太神灰 如果是出意外 可以对我出手 打醒我 韩非没跟夜产衣多客套什么 因为他感觉第二条神图 还是不对 他差点在杀戮中迷失了自我 彻底地陷入了那条神图之中 此刻 只剩下中间那一条神图了 当韩非朝着那条神图看过去 却忽然看见一个人 朝自己走来 我 是的 韩非震撼地发现 那个朝自己走来的人 正是自己 然而 神图中的那个自己 越走越慢 因为他的生机 在逐渐地消散 最后完全走不动了 便站在那里看向自己 翁 韩非忽然回神 因为他突然想起来了什么 碧玉石桥 最初的状态之下 自己站在桥上 然后就看见桥下 有另一个自己在看向桥上的自己 那会儿 韩非以为那是未来的自己 未来的自己有无限可能 所以可以无中生有 走上任何自己想走的路 直到 他看见桥下自己的倒影 还有碧玉石桥上来时的方向 同样也有一个自己的时候 才否觉过去 未来 现在想法 轮回 沉默了许久 韩非终于难难说出了这两个字 果然 第三条神图 是轮回 而涉及到轮回 必然和轮回路有关 也就是必然和碧玉石桥有关 7日 自己站在碧玉石桥之上 从桥上往桥下看 好像也看见了三条路 那三条路 开始也是雾气蒙蒙 现在看来 或许这三条神图 从一开始就存在 自己看过了他们无数次 但是 没有一次能看得如此真切 怪不得 怪不得我以前看不懂碧玉石桥 原来 那三条路 竟然是三条神图 现在 归魂之地的石碑 将这三条神图重新映照了出来 让韩非忽然意识到了一些全新的东西 以前 碧玉石桥的三条路 除了中间的本我大道外 左右都是辅助 可以随时切换成其他大道 他以为 那就是切换大道用的 可现在 韩非发现自己的理解的太过肤浅 因为细细想来 大道只是大道 大道不是最终的路 所以 自己以前只看见了表象 而刚才那感到悲哀的路 还有充满杀戮的路 才是那两条路真正的显化 原来 这就是我的神图梦 只见这三条神图 逐渐的淡化 最后消失 韩非也重新归于平静 所以 至尊神术走到极致后 必然有后路 否则根本不会显化这神图 韩非身后 叶禅一声音传来 你悟了吗 韩非回头 悟什么 叶禅一 自然是怎么走上神图啊 神图是既定的 能照见神图 这意味着必有通行之法 你有领会到通行之法吗 韩非摇头 没有 不过大概或许可能 有一点点想法 但这并不重要 等大地进了 再去研究也不迟 至少 我现在有了明确的方向 叶禅一神色复杂的看向韩非 三条神图 他头一次听闻 有人存在三条神图 哪怕自己击杀了叶清禅 也不过只能获得第二神图而已 可韩非神图出现 便是三条 只见 韩非回过头来 笑眯眯的看向叶禅一道 是不是被震撼到了 你要干什么 叶禅一意识到不好 韩非突然又变成之前那副猥琐的模样 不由心头一紧 叶禅一连忙说道 这才第二件事 还有第三件事呢 韩非咧嘴笑道 祸 你知道我要做什么 叶禅一连忙后退 我警告你 你别过来 否则 我跳进神结之中 韩非 我觉得第三件事你玩不成 叶禅一 没做过 你怎么知道我玩不成 韩非笑道 我本来想着 第三件事 是给你三次机会 逃脱我的追踪 但现在我们被困在此间 怕是在神结引起的法则 动荡稳固下来之前 是出不去了 你说 故难把你共处一事 我能有什么办法 叶禅一忙道 我能跑 我以你之术无双 定能逃过你的追踪 韩非微微摇头 是我的 就是我的 别说你转世成个果子 你就是转世成神灵 我也能给你 置得服服帖帖的 韩非又道 不过现在我要你做的第三件事 变了 我要你完全放开自己的神魂 叶禅一 你想干什么 韩非 你现在命都是我的 你管我干什么 难道我还会吃人不成 叶禅一脸色涨红 沉默片刻 是不是我放开了神魂 第三件事就算完成了 耿离开此地 你就会放我走 韩非笑着点头 当然 我说到做到 好 叶禅一也是很下心来 放开神魂 韩非唯一能做的 就是彻底的来一次搜魂 虽然那样的话 自己在韩非面前 就彻底没有了任何隐私和秘密 但只要能赢 他宁愿被搜魂 如果韩非想通过这个 来唤醒自己缺失的神魂记忆 他也并不介意 如果自己能补全那段缺失的神魂记忆 心魔必除 前路也将一片坦途 叶禅一 堂堂人黄 我希望你说话算话 韩非 当然 却见 叶禅一盘坐 闭上眼睛 心神彻底放开 毫不拖泥带水 韩非脸上的笑容却逐渐沉淀下来 他要再试一试 他相信夏小禅的神魂不可能消失 因为当初大师兄是把夏小禅完整的神魂带走的 所谓的缺失 极可能是大师兄为了偷梁换柱 怕被人家发现 所以将这层神魂压得很深 难以爆发出来 只见 韩非手指一点 自己的神魂冲进夏小禅的魂海 叶禅一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你怎么自己进来了 韩非没有说话 他庞大的神魂体量 不是夏小禅可以比你的 两人神魂交错 无数的记忆片段在交织 在纠缠 叶禅一只觉得自己想死的心都有了 这神魂的交融 和双修有什么区别 他被带入了各种各样的记忆片段 有时候他甚至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谁 甚至他能无数次的感受到 韩非的心境和神魂中潜藏的隐秘 不知道过了多久 反正当韩非神魂回归之后 叶禅一念红耳赤 脑海中莫名充斥了无数的记忆 叶禅一仗红着脸 你卑鄙无耻 下流无赖 韩非看着叶禅一那羞愤难当的面孔 不禁饶了绕头 竟然还没用吗 看来只剩下最后一招了 叶禅一听到韩非的感叹 不由得后退到神灵时刻的守护边缘 你还想干什么 扭曲英国只见 韩非看向叶禅一 一字一句的说道 韩非一字一句的说出这四个字来 是的 早在和夏小禅立下约定的时候 韩非就已经预想好了因果条件 他最坏的打算是想通过因果规则来唤醒叶禅一 众因得果 而这个果 便是叶禅一自发性的因为觉醒而双修 之所以定下双修这个果 是因为韩非知道 叶禅一肯定是不肯双修的 但是 叶禅一神魂中那段缺失的魂体 也就是夏小禅的魂体 必然是愿意的 所以一旦因果成 则意味着夏小禅将被唤醒 却见 叶禅一依旧保持警惕 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 韩非也没动 他面色凝重的看着他 直到叶禅一忽然觉得魂海暴动 似乎有什么力量想要冲破魂海 而叶禅一不禁捂住了脑袋 韩非则微微皱眉 因为扭曲因果的扭曲力量 有一定的不可控性 所以这门大树他很少用 韩非当然也不想出现意外 所以此刻也不免有些紧张 叶禅一似乎头疼欲裂 足足过了一炷香的功夫 却见 叶禅一忽然抬头喊了一句 韩非哀哀哀 是我 韩非眼睛一亮 因为叶禅一的眼神和语调 发生了些许变化 可紧跟着 叶禅一的恼怒的声音就出现了 我不要 这话音刚说完 叶禅一又说道 你要 韩非眼皮一挑 果然扭曲因果是有用的 下小禅再复苏 但是不知道是在和叶禅一融合 还是形成了双重神魂 韩非连忙道 不要慌 慢慢来 要和平相处 最好能融合 叶禅一 无耻 我不要双修 叶禅一 这是我男人 我就要和他双修 叶禅一 你自己分裂出去 叶禅一 你是我 我还是我 你只是我的一部分 放弃抵抗 叶禅一自己在与自己交流 但是韩非知道 在因果的力量下 下小禅再试图振压 并融合叶禅一 而融合的最好办法 就是打破叶禅一的心理底线 那便是双修 然而 足足抗争了一个时辰 韩非眉头皱得越来越紧 只见韩非豁然吸了口气 我来了 快过来 你别过来 韩非只见 韩非再次掏出玄武地甲 直接将此尖锋印住 防止叶禅一抢夺身体控制权 这一回 韩非就不客气了 脚下阵法连环 风神枪一重 接着一重封锁此间 却倒是韩非心念一动 衣衫退去 而叶禅一和下小禅 则争起了衣衫控制权 不过 许是下小禅复苏的原因 叶禅一终究没能争得过 不要 片刻后 此间一阵地动山摇 天雷勾动地火 虚空连一震荡 大家都没了声音 在俩人合体双修的那一刻 叶禅一的神魂 似乎在和下小禅主神魂在交融 所以没有说话 这一场融合持续了七天七夜 直到叶禅一忽然开口 大笨蛋 你终于来找我了 嗡 韩非当即心神激荡 丫头 你记忆彻底恢复了 下小禅反手搂住韩非脖颈 声音在韩非耳畔响起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来了 但是他太强了 我根本出不来 其实 你的想法是对的 但是你太笨了 你应该一开始直接把他抓过来 一顿双修 一次不行 那就两次 两次不行就三次 届时 他的神魂避溃 我便能趁机融合 啊这 韩非不禁唏嘘 这是不是太过分了点 下小禅巴基一口咬在韩非肩头 那你最后不是还选择了过分的方式吗 你自己老婆你自己治不了吗 韩非呲牙咧嘴 一脸神采飞扬 那现在叶禅一怎么样了 下小禅 什么叶禅一 叶禅一就是我 只是因为我神魂中的记忆 长久的沉眠 以至于我的神魂产生了新的记忆后 形成了一个叶禅一这样的伟人格 他的一切经历 其实都是我自己的经历 所以 他终究只是我神魂的一部分 现在正在与我融合 伟人格 那也就是说 他还是一个独立人格 下小禅 那我不管 反正他就是我 我还是我 等我彻底融合了他 就只剩下一个主体了 韩非不禁狐疑 这一次扭曲因果的效果 这么大吗 韩非 来 为了继续辅助你融合他 再来 来什么 啪啪啪 第2769章 涅清禅之允 归魂之地已成绝地 这里能量肆虐 凡来此地者 大多好奇一下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随即便离开 归魂之地中 下小禅一边融合着 叶禅一的意识 一边通过练妖狐 推演功法和大树 而韩非 也从下小禅口中 得出了一个天大的喜讯 那便是 在奇迹森林 存在着一根练妖狐小藤 三个月后 两道人影 从这能量肆虐的绝地中走出 下小禅 终于出来了 也不知道张玄玉 他们现在什么情况 好久没见过他们了 我们快去找他们吧 而韩非却微微摇头 以他们的实力 足以在渡神谷地内横行了 叶青禅不惜爆发神结 也要杀你 这仇也该是时候爆了 倒也是 然而 下小禅 微微皱眉 但是 我怕的是 叶青禅恐怕 还有一道神结 还有一道 就连韩非都惊讶了 神结这种东西 恐怕也只有大师兄那级别的强者才能弄到吧 这奇迹森林什么条件 竟然给一个圣女制备两道神结护身 下小禅 如果不出意外 还有一道本该属于我的神结 我师父曾经提到过 要给我准备一道神灵之结 但那会我还太弱了 根本没有掌控神结的力量 而叶青禅和我一同竞争 很可能是他和我都有 只是是出意外 我师父陨落 神结之说也就没了下文 韩非略微沉吟 这倒是有点麻烦 叶青禅算是很雷厉风行的一个人 从发动神结到释放 几乎没花什么时间 他甚至都没提前招呼自己人 这等性质 若一旦发现身陷死局 如果还有神结 必然会使用 韩非略微沉思 虚空倒数的局限性 不够阻止神结的爆发 那这么来说 还是只能刺杀叶青禅 让他根本没有动用神结的机会才行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自己必须得动用真正的实力了 而且只有一次机会 如果杀不死叶青禅 自己身份必然会暴露 韩非明白了 但无妨 叶青禅必死 不过 叶青禅现在是不是知道你没死 下小禅摇头 不知道 我若陨落 我的神徒只会在奇迹僧树上重现 他想得到我的神徒 只能回到奇迹僧灵 自奇迹神树那里获得 所以 他现在并不知道我还活着 韩非皱眉 那叶青禅死了 你不也 下小禅点头 如果他死了 我也只能去奇迹僧树那里获得第二神徒 不过 叶青禅死了 他们还会杀我吗 我可是圣女的唯一继承者 我若在陨落 奇迹僧灵可就相当于陨落了一位未来的强大神灵 韩非笑道 你还挺有自信 下小禅笑脸微红 哼 那是 咱现在也是绝顶天交呢 渡神古地 剑渊 这里是一处绝壁深渊 在绝壁之上 插着无数把剑 曾有剑道强者封神 成神之日 曾留三道剑魂于世 藏于亿万剑中 至今 三道剑魂已被取走两道 一般 只有剑修强者才愿意到剑渊寻求机缘 因为剑魂这个机缘太难拿了 渡神古地不知道开了多少次 才被人找到两道剑魂 所以正常情况下 只有大家觉得没什么可知可探索 不知道去哪寻宝的时候 才会来到剑渊寻找机缘 也正因此 来剑渊的人并不多 此刻 叶清禅正位于剑渊之中 在这剑气如云雾之地 叶清禅周身竟然有滚滚间一纠缠 若有旁人看见 并会惊讶 没想到奇迹森林的圣女 竟然是一名剑修 在叶清禅不远处 一名英俊不凡的男子 横剑于身前 正在凝结剑意 凡是剑气 触碰到此人身边半尺之外 皆被震碎 忽然 这男子豁然睁眼 那一刻 剑渊之中 云万剑颤名不止 叶清禅剑状 不禁面露大喜之色 剑渊外围 有人骇然 有人引动了剑渊 第三道剑魂要现世了 是谁 谁有这等本事 能引动剑渊 剑道至强者 此人绝对是剑道至强 到底是谁 之前我碰到过一次 蜃楼的叶天人 此人剑道无双 难道是他 人们一轮之中 叶天人此刻也是震动不已 自己在此苦心孤义 运见五月之久 都没能获得剑渊认可 是谁 难道是 叶天人不禁朝着渊源的 另一边看去 脸色难看 剑无道 揪羞羞 一道道剑气汇聚 最终名化成一道巨大的剑影 刺向剑无道 后者并不抵挡 反而放开心神 只待那巨大的剑影刺中他时 其眉心裂开 竟出现一抹暗红色的剑痕 抓这样的盛况 持续了足足百息之久 终于 此人眉心闭合 剑渊的第三道剑魂 彻底被收服 无道 只见叶清缠像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 一下子扑向那人怀里 无道 我就知道你行的 古往今来 你当为剑道绝颠 这名剑修嘴角 竟浮现出一丝温柔 轻抚叶清缠的长发 淡淡道 还不是 昔日曾有一人 无比耀眼 开天大圆满 斩地如碾楼椅 大地竟更是初见如神 魏寻剑道 不惜赐多为魔 他便是 李天前 夜清缠娇称 李天前都多大数岁了 若与你同年同静 根本不是你的对手 剑无道嘴角微微勾起 待渡神谷地之后 我要去一趟东方剑阁 哼 不行 等我们成亲之后 我跟你一起去 反正渡神谷地之后 比武招亲便开始了 以你的实力 根本耽误不了多久时间 剑无道微微皱眉 我还是有点不太喜欢在人前展露 夜清缠一改先前那冷峻模样 而是撒娇道 那我不管 我的夫君 剑道天资 冠绝海界 你低调 可我不愿 我要让整个海界的天骄都看见 你化身剑道君王的模样 请 爸 拗不过你 夜清缠眸中闪过一丝狡黠 但只是一闪而逝 很快就被那如少女般的懵懂欢喜所替代 翁便是此刻 一道剑影划破长空 顺息而至 夜天人扫了眼正在拥抱的俩人 微微皱眉 清缠圣女 剑 无道 剑无道淡淡地扫了夜天人一眼 微微点头 我知道你 还不错 夜天人眼皮微挑 雷想到开天神榜第一人的剑无道 竟然动了反心 清缠圣女 你既然和剑无道情投意合 何故搞什么比武招亲 夜清缠面色恢复清冷 哼了一声 我有的选吗 中海神州 大势力无数 我作为圣女 又能如何 一味强推 只会给其寄森林招惹祸端 无道若失出有门 背靠超级势力 你以为我还会比武招亲吗 剑无道淡淡道 放心 比武招亲之上 我会让所有人都闭嘴 夜天人算是认可了这个道理 他的目光 死死地看着剑无道 第三道剑魂 为你所得 很好 可否让我感受一下 我倒想看看 这剑魂 到底有何特别之处 剑无道战役并不强烈 微微摇头 我建议你不要尝试 你也算不烦 我怕战后 你会诞生心魔 不负天骄之心 大言不惭 怕夜天人也是孤傲的性格 面对韩非他尚且斗志昂扬 高傲到发霉 现在 遇到昔日神榜第一 也是一样 只剑 夜天人双手一合 此间万里 剑亦如潮 那些绝壁之上 刚刚沉寂的剑体 此刻竟都微微颤动起来 我夜天人 可以败落于人 但不会败落于剑道 就算那所谓剑魂 为你所得 又能如何 没有那剑魂 我依旧是夜天人 剑起 朝天海 夜天人周围 万物悬浮 他的背后 一柄极大的剑影 从地下升起 直带着剑影完全成形 其剑身旁然 何止万丈 见无道 轻轻拍了拍夜清禅 去旁边等我一会 夜清禅 谋中尽是崇拜之色 无道 我相信你 目中无道 才是最大的道 夜清禅暂闭 而此刻 不少剑修 也已火速赶至 见此情景 不由惊呼 夜天人在与人比剑 好家伙 那人是谁 值得夜天人这么大阵仗 据说四百多年前 夜天人感悟剑道 一剑展入逍遥境 三剑登陵逍遥巅 这是第几剑 不知道啊 反正浩强 这等剑意 谁能悍然应知 一 那人 我认出那人了 是他 开天境神榜第一强者 唯一一个不肯加入任何势力的超级强者 见无道 是他 就是那个在神榜第一只停留很很短时间 不被承认的神榜第一人 是他 据说当年他拒绝各大势力邀请 激怒强者 被人击杀了 他竟然还活着 天哪 一个活着的神榜第一 没有大势力背景 他还能再现神榜辉煌吗 那到底 是谁引动了剑冤的剑魂啊 不知道 谁赢了就是谁 夜天人绽放之剑太过离谱 我觉得是他 毕竟见无道再厉害 他也是个散修 散修和大势力的绝顶天交 终究还是没法比的 当然 我说的是各种资源 而非天赋 杀万丈巨剑 剑风狂暴 肆虐剑冤 剑道争锋 剑无道面色严肃 眼看着那巨剑已经临近 剑无道还未出手 不少人看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当滚滚剑意连衣 冲击四面八方 围观者不少人 甚至被剑意直接冲飞 甚至冻穿 快看 那是什么 不少人寻声看去 只剑 剑无道单臂托举 掌心三尺剑 竟然完全挡住了那万丈巨剑 只听剑无道淡淡说道 剑之威势 与我已如无物 大剑凶威 何如一剑三尺 醉 卡擦 只剑 那万丈巨剑 从剑肩开始 一道裂痕 贯穿半个剑身 卡卡卡碰只剑 那巨剑以肉眼可见速度军裂 而后轰然炸裂 狂暴的剑意中 夜天人嘴角一出一丝精血 嘶 有人惊呼 怎么可能 单手 一剑破之 有人悍然 这剑无道强到这个地步了 好强 这简直不似开天境的能展现的力量 众人惊叹 而夜天人依旧傲然 丝毫并没有因为这一剑的崩碎而有任何颓败之感 第二剑 剑出 无穷极 夜天人身上 剑意狂勇 双手一推 从双掌中心 一柄三寸小剑 从掌心生出 丁丁丁剑渊之中 万剑颤鸣 那本游离于此间的剑气 竟纷纷朝着夜天人这一剑用来 每多一份剑气注入 那柄小剑就再大一分 这一次 大剑千丈 看起来依旧神威无比 但力量层次 要比刚才那一剑 至少高出三层有余 可怕 剑到能走到这里 实在难以想象同镜之中 还有谁能接下这种剑 剑再看来 刚才引动剑渊者 似乎不实夜天人啊 刚才那一剑也很强大 却不低剑无道单手小剑 这一剑 然而 剑无道却淡淡一笑 有点意思 剑那八方 借天地之力 借万象之则 不过 还不够 你的剑 有魂无心 剑无道微微闭目 双指成剑 这一次 剑气竟似乎凝结成了实体 就化作巴掌大的小剑 迎着那具剑刺去 砰砰砰卡卡卡在众人 骇然的目光中 叶天人那强大无比的一剑 竟然结结碎裂 扑 伴随着叶天人一口精血喷出 此剑破碎 叶天是双手一合 试图挡住那小剑残余的力量 然而整个人被此剑一路横推万里 轰然撞在一处绝壁之上 才算停止 这一刻 观战者哑然 叶清缠 嘴角含笑 这才应该是他的男人 他的男人 才是最强的男人 可惜了 亡寒一死 否则该让吴道狠狠将其挫败才是 磕磕 滚滚烟尘中 夜天人的声音沙哑 你说我有魂无心 可笑 第三剑 剑陨 乐无痕 蹭蹭蹭一时间 周围十万里 剑渊之中 一切剑意 似乎都在发生转变 那是一种淡淡的哀伤 宛若惜别故人 恋恋不舍 这一剑 剑起石狂猛 金光药木 剑出后 一路碎裂 刺正脱了枷锁 直到 此剑无形体 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中 做到了了无痕迹 此季 剑渊震动 有霞光破壁而出 无数碎片 画出一道道霞光 朝夜天人飞去 灵宝 是造化灵宝 这造化灵宝 怎么是破碎的 一柄碎裂之剑 朝着夜天人飞去 那些碎片在半空片片聚合 最终重新名化成一柄长剑 直接服于夜天人身边 果然不愧是剑道天骄 灵宝则主 要抢吗 不少人都心动了 可是现在乃是夜天人建议最盛之时 这个时候若是靠近 后果难料 只是 夜天人自己 看都没看那灵宝常见一眼 而是目光直视剑无道 而面对这一剑 剑无道微微皱眉 剑之极尽 比若极道 纵米珠天万道 我接一剑斩枝 钉剑无道周边 虚空出现裂痕 天道退壁 其掌心一剑 迎面击出 空猛龙煞时间 那剑渊前后十万里 尘土飞扬 剑意冲刷 绝必亿万常见 尽数摇曳 蹭蹭作响 为观者无不骇然 接下来了吗 剑渊中剑意太盛 感知一旦渗透 就被瞬间搅碎 但是 他们却看见 那万里烟尘 犹如滚滚龙蛇 悬停荡空 蹬着 这些烟尘 剑化成剑形 反向朝着夜天人 所在方向斩去 宛若见其洪流 势不可挡 夜清禅和旁人一样 同样需要规避 这样的可怕的剑术 也不得不再离剑渊 不过他的眸中 闪烁一色光彩 这是他看中的男人 这将是他的道理 他日若自己成神 第三神徒 同样强大无边 他将成为奇迹森林历史上 最耀眼的奇迹 然而 正当夜清禅心头激荡 幻想自己神灵可欺之际 忽然间 心头生出异常 那是一种致命的威胁 瞬间而生 以至于他此前根本没有察觉 这一刻 所有人的心神 都放在剑渊中 这两位剑道奇才的一战之上 谁会关注一旁观战的夜清禅 只偏偏这时 天地大道仿佛在瞬间停止了运转 剑渊之中 万剑争鸣 那犹如洪流过境的恐怖剑流 也为之震颤 不少剑意竟被这无形之力压碎 斩 一道血色刀芒 自夜清禅身后绽放 夜清禅只觉得脑袋微微一沉 中品造化灵宝级的震魂神器 静主动离体 化作一口红中 试图将自己挡在其中 几乎是同时 自己护身玉符 脖颈尖的项链 照耀出其光一彩 当当等夜清禅反应过来的时候 那红中被一刀斩飞 那护体其光化作一位神女 映照虚空 同样挡住了一刀恐怖无比的刀芒 夜清禅暴退而出 第一反应 双指尖出现了一夜神符 正是此前那对寒飞施斩过的神灵之节 扑斥阿可夜清禅根本没来得及驱动神结 突然只见手腕一疼 他骇然发现 自己的手和神结竟然都没有了 仿佛被什么东西一口咬掉 也正是此刻 虚空中镜凭空再次出现了一道璀璨刀芒 这一刀 根本不是开天境能敌之手段 清禅 耳赶 剑无道的反应已经很快 在那一刀出现的时候 他就已经放弃了对夜天人的攻击 整个人暴闪而出 脱离剑渊 而夜清禅脖颈间所画的神女虚影 暴鹤出生 可在渡神古地 神女虚影同样被压制 他护住了夜清禅一次 但细看之下 自己竟然只是挡住了一道刀芒 而他反手想出手抓向那杀向夜清禅的刀芒时 却赫然发现一面龟甲 挡住了自己的去路 此刻 夜清禅唯一能做到的 就是巨线身上的战衣 换出半生灵 可那一刀 实在太快 这和夜禅一的刺杀 完全都不是一个量级的 夜清禅自认自己的护身法宝很强 自己很安全 讲要杀自己 首先得破自己的镇魂灵宝 就算破了镇魂灵宝 自己也有神女虎身 纵然在这度神古地使出逍遥或者长生的力量 都不一定能越过神女虎身 就算能越过神女虎身 自己神洁在手 是问大帝之下 谁能敌之 然而 自己引以为傲的三重护杖 竟然被人三刀 或不 两刀破去 神魂被不知名东西要咬走 以至于他身上剩下的最强护体灵宝 就是一件混沌灵宝级的战衣 还有些先天灵宝 可能挡不住这样的攻击 这是他最后的防护 开天竞应该还没人能够打破混沌灵宝级的战衣 自己应该还有保命的机会 只要给神女争取一点时间 或者争取剑无道感知 自己就有一线生机 可就在他唤出混沌灵宝的那一刻 战衣尚未完全附体 就凭空突然消失 怎么可能 灵宝护主 谁能瞬间夺走自己的灵宝 叶清禅想到了一个人 关于这个人的消息 在各大势力 应该都有记录 平白将别人的东西偷走 这好像是 人黄的手段 叶清禅最后一眼 看到的 是一个熟悉的男人 但耳中 却传来声音 你能挡住我家丫头的刺杀 不知道能不能挡住我的刺杀 他没死 他不是王寒 他是人黄寒飞 叶清禅明白了 但他无暇去透露这个消息 只见他一咬牙 神魂瞬间离体 血肉化为一剑 他可是逍遥境的制强者 就算没有那一切的保障 自己战力又何曾弱了 纵然不敌寒飞 挡他一刀难道不行 可就在他神魂离体的那一刻 虚空波动 虚界中一道黑影突然杀出 瞬间千百机直接将叶清禅的神魂斩得七零八落 一道道银色丝线竟然有所魂之功效 叶清禅的魂体仿佛被扣成了千丝木偶 而他的耳边 夏小禅的声音响起 这是第四次杀你 扑吃难一刻 刀芒横贯半边天雨 叶清禅所画之剑 被刀芒笼罩其中 斩掉了大半身躯 并由夏小禅完成了对叶清禅魂体的最后一步刺杀 韩非也不知道叶清禅最后还来不来得及思考什么 但他无所谓 作为敌人 无论他有多么的经验 有多少手段 有多少故事 那也终究是敌人 而韩非对于敌人的态度 从来就只有一个人 杀 不见无道刚冲出剑冤 便看见叶清禅舍命画剑后 依旧被这恐怖的一刀所覆盖 作为真正的强者 他清楚这一刀有多强 但论攻杀之力而言 可以匹敌他刚才的那一剑 而旁人 这个时候 才回过神来 等他们朝着叶清禅那边看去的时候 他已经被淹没在了一片血色刀芒之中 这突如其来的暗杀 让围观者众人猝不及防 那些守在剑冤之上的叶清禅的护道者 太古神院的子弟 全都傻了 这一切来得太快 圣女 死了 有人难难道 难道的至尊极杀手吗 剑无道第一时间朝着叶清禅的方向掠去 可等他到时 只看见一具残骨 终究是逍遥进墙者 含飞这一刀 斩他神魂可以 斩他天道玉髓骨 就有些不太现实了 不过 当剑无道触碰到叶清禅残骨的那一刻 忽然间 恐怖的爆炸再次席卷开来 棍盾林宝级的无尽水 自爆产生的力量 还是可观的 至少 不是开天境这个级别的人可以轻易抵挡得住了 剑无道也不例外 甚至韩飞同样也不例外 所以 如果真的让叶清禅穿上那混沌林宝级的战衣 韩飞自认肯定无法灭杀叶清禅 可惜 万事没有如果 叶清禅是还所在 二次引爆 剑无级直接被轰飞数十万里 轰然撞击在一座绝壁上 撞出一个大窟窿 卡擦卡擦碰 韩飞回头看向玄武帝甲 此刻上面已经满部裂纹 终于还是经受不住多次的强大冲击 碎裂了 韩飞凛然 正想着怎么应对 好在 天道锁链终于出手 将神女须隐困住 终将其乐抱 正于此时 一群夜清禅的护道者 才姗姗来迟 这些人 有奇迹森林的人 有太古神愿的人 有人喝道 贼子 杀我族圣女 今日穷极我奇迹森林所有战力 也要将你诊杀 有太古神愿强者结阵 大胆 洞杀我太古神愿绝顶天骄 不管你是谁 你和你背后的势力 都完了 战场中间 韩飞手中提着雪天刃 难难道 要不要放弃这个人设呢 好纠结 在韩飞对面 剑无道震碎了一片绝壁 披头散发 身上剑意冲天 你找死 韩飞轻笑 听说你是昔日神榜第一强者 刚才我看见你出手了 还算有点东西 只是 你这第一 好像从来没问过我的刀 第2770张碎片合一 诸神坟场 朱迪在侧 韩飞和夏小禅俩人一鸣一案 在面群敌 只是 韩飞眼中的敌人 只有剑无道义人 不得不承认 能封得上神榜第一的强者 的确不俗 和自己遇见的赵龙马 与东路等人 感觉上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韩飞曾经夜天人交手过 虽然夜天人这人傲视傲了点 可单论剑道造义而言 夜天人其实很强 自己经过礼天前指点 在剑道上都也只能堪堪笔集 若不是当时误出剑似逍遥游 就剑道造义 自己并不敌夜天人 当然了 只是剑道而已 这从来都不是自己主修的道 只算是顺带着修 但是 夜天人今日三剑 显然已将剑道领悟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 纵使这般 却也抵不住剑无道三剑 后者也只在第三剑的时候 认真了起来 此刻 虽然剑无道大怒 放弃和夜天人的战斗 但剑渊之中 那滚滚烟尘 无穷渐浪 并未完全消散 叮叮叮砰砰砰 夜天人正在全力抵挡 身后同样也是滚滚剑流 不过相比于剑无道的剑 夜天人只是在苦苦挣扎而已 足过百息 剑渊之中 剑是平息 夜天人半跪于地 已经变成了一个雪人 夜天人抬头仰望 目光如剑 太像此刻剑渊之上气场在不断提升的剑无道和寒飞 神色复杂 剑无道的第三剑 最后剩下的威力 最多五成 若是剑无道不半途离去 自己现在就算不死 恐怕也是遭了重创 只见剑无道看向剑渊 声音低沉沙哑 若不是你非要比剑 这两个杀手不会有可乘之机 所以 你也是凶手之一 你 当初 剑无道抬手虚暗 掌心十二道小剑一字排开 这是 本命剑种 它有十二枚 围观者中 不少剑修强者 纷纷骇然 怎么可能 一个剑修 一生只结一枚本命剑种 它怎么会有这么多 这 这谁能体敌 这就是 昔日的神榜第一吗 韩飞也是微微皱眉 这剑无道似乎有点特殊 果然能镇压一众神榜强者的人 总有不凡之处 再看向一天人 后者脸色大变 他似乎猜到到了什么 剑魔十二世传承 不对 你是 你是剑魔转世 剑魔 夜天人如灵大敌 韩飞不明所以 其他剑修 大半似乎并不知道剑魔是谁 唯有树人 脸色出现骇然之色 剑魔 剑道神灵 手下有十二剑士 皆为大敌巅峰 据说征战不详时 身死到消 剑魔转世 那剑无道岂不是 不可能是剑魔转世 否则哪里轮得到夜天人 与他对战 应该是剑魔传承 对剑无道偶然得知 这可是天大的消息 一时间 很多人竟迅速退去 韩飞剑多了这种情况 这些退走的人 多半是先行退去 等离开渡神谷地之后 会第一时间传递消息 给自家势力 而后 剑无道恐怕也将沦为 中海神州各大势力的 抓取目标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没有背景的人 平白拥有那么强的实力 总是会遭人惦记的 不过 剑无道此刻显然不在乎这个 只见这十二道小剑尽数脱手 一道道皆展显化一项 朝着夜天人杀去 夜天人也不傻 直接炸开半身血肉 凝成一道雪剑 飞速顿走 强者虽然好战 但也惜命 有命在 才能继续变强 夜天人更是如此 当初和韩飞一战 他就牺牲了两个护道者 这会儿也就是没有护道者 在他身边而已 哼 居居雪剑顿术 也妄图逃离 叮叮叮只见那十二道小剑 眨眼间和二为一 爆发无上威能 刹那间速度超过百倍光速 夜天人自知不敌 提表浮现一只青铜顶 试图抵挡 卡卡卡只可惜 十二道小剑的品阶明显 超出青铜顶 紧一击便将其洞穿 青铜顶炸裂 夜天人只剩一具骸骨 还试图逃逸 却见一只金黄色的 带鱼试图帮其阻挡小剑 不惜展露帝尊战力 可此间天道所连 刚刚连神女虚影都恶爆了 又黄论一只地尊敬的半生灵 钉钉钉夜天人的半生灵背扣 就在所有人以为 他必死无依的时候 先前一刻 那则主的碎裂之剑 竟然散开成块块碎片 挡住了这十二剑 因这一格挡 夜天人再度爆发雪界密法 转眼消失在天际 不少人见状 纷纷悚然 他们都以为夜天人必死无依了 谁知这样还能有转机 造化领宝不愧是造化领宝 关键时刻 这就是命啊 见无道皱眉 却听韩非轻笑一声 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他和你都是神榜强者 你一见就想斩了他 未免有些拖大 此番之后 你怕是再也没机会去杀他了 见无道此刻 见义还在攀升 夜天人的逃脱 让他非常愤怒 感觉胸中怒火难平 而韩非继续说道 你好像也并不是多么在乎夜清缠的陨落 自他陨落后 你异常的愤怒 可却没风没狂 连他师孩都没好好对待 呵呵 你们两个人 不过是互相利用罢了 他利用你 你也利用他 他想的你神徒 你想接他成神 好一对别开生面的狼情窃异 闭嘴 狂徒住口 休得污蔑我足圣女 见无道目露凶光 似乎愤怒到了临界点 奇迹森林那边珠强 纷纷怒斥 但却没有出手意思 似乎是在等待见无道出手 可偏生此刻 剑渊之中 一道金光冲天而起 韩非窥的那物件 不由得张了张嘴 露出一丝差意 青铜碎片 刷 见无道出剑 但是却没用那十二道本命剑种 而是宁洪荒凶煞为剑 剑出如远古呼啸而来的古运 混杂无边煞意 刺出一道剑气锐芒 韩非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你当我事业天人 只剑雪天刃主动 自韩非身前刺出 刀剑碰撞 万象连衣 震得周围旁观者 无人赶进 韩非步步往前 每进一步 那剑气碎裂一分 七步之后 此剑轰然全碎 不过 在韩非斩碎这一剑的时候 剑无道 已经追上了那青铜碎片 便在他处碰那碎片之时 虚戒洞开 一道鬼刺乍现 当剑无道周身剑刚 尽数破碎 那匕首一连在他身上割了两刀 斩出一片血雾 剑无道反手一剑 宛若一片天地压下 直接压得下小禅连退万里 才止住身形 不追 韩非传音 下小禅顺势再入虚戒 剑无道一把握住青铜碎片 似乎对被斩了两刀的事情 也魂不在意 只剑 他回头看向韩非 今日事 我会与你再算 韩非咧嘴笑道 放心 我们很快会见面的 第九枚碎片现世 九枚碎片必然合一 追与不追 都一样 不过是一把钥匙而已 韩非环似周围 看向奇迹 孙林和太古神院子弟 没有三千众那么多 只有七八百人 毕竟 不能所有人都围绕着 叶清禅一个人转 而且 在此之前 叶清禅也以为 韩非和下小禅都陨落了 所以自然也就有所懈怠 只见 韩非伸手在虚空中一抓 先前叶清禅准备释放的神结 出现在他的手中 奇迹孙林和太古神院强者 见此纷纷后退 如果仅仅是韩非 他们或许真的会是图栏一栏 可神结落在韩非手中 谁还赶上 只听韩非不禁唏嘘 果然是人死如灯灭 前一刻还信誓旦旦 现在全都化作了哑巴 主子死了 我要不要让你们要去陪他呢 王涵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不止在给自己惹祸 你还在给凤凰神族惹去祸端 说话的 是太古神院的强者 此人刚一句话说完 韩非瞬息而至 雪天任仿佛惠玉叛世的 直接展向了那人逃跑的 方向 扑吃那人被一刀震碎半截身躯 还试图神魂逃逸时 虚借中鬼次来袭 再度将其洞川 一位顶级强者 瞬间陨落 只因为放了句狠话而已 韩非咧开嘴角 露出孙燃笑容 出去以后 想怎么玩都可以 不过 现在所有人都给我滚 否则 剑之必杀 你们有三夕时间考虑 一 二 只见此间奇迹森林和太古神院的强者 纷纷退去 或者用跑这个字更贴切些 至于其他散修 也是连忙退去 生怕韩非这杀神 对他们出手 连奇迹森林的圣女都敢杀 他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 至于剑无道 更没人会去碰着根钉子 那可是一剑差点斩掉 叶天人的剑道强者 就算速度能跟得上 能接得住人家一剑吗 更黄论去抢那青铜碎片了 翁下小禅献身 就这么给他走了 那青铜碎片 可不是凡物 韩非 无妨 不过就是一把钥匙而已 钥匙只能用来开门 而且 咱们有啊 说完 韩非掏出航海万象仪 伴随着航海万象仪的转动 韩非之手探入虚空 掏出一块青铜碎片来 下小禅 这是 叶青禅身上的 韩非 自然 奇迹森林掌握着一块青铜碎片 而此番入侵 渡神谷地者的奇迹森林强者 唯有叶青禅有资格拿着青铜碎片 所以这枚碎片只能在他身上 半日后 渡神谷地地图的偏北部地域 一只大葫芦在天穷慢慢飞过 速度很慢 葫芦上几人还在吃着火锅 凤青流道 你们和韩非部都是好兄弟吗 怎么一点都不担心他的安危 这个家伙三个多月没出现了 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 不会出事吧 凤青成 闭嘴巴你 韩非哥哥定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 张璇玉笑道 放心 哥旁人 会出事我信 哥他 呵 我严重怀疑他是去挖什么宝贝去了 说不定来的时候能带回来一件造化质宝 月人狂 玉啊 你这就有点夸张了 造化质宝 这堵神谷地有没有都是个问题 凤雨悠哉悠哉 急什么 反正没有咱们这两块青铜碎片 那七块就是全了 他们也开启不了那地方 哎 小九 你别老站着 拿个笛子跟仙女似的 这样搞得我很有压力 九英灵脸色微红 他来了 凤雨 你怎么知道 九英灵 天地间的声音告诉我的 凤雨 得 你也是个不正常的 凤青成偷偷拉了一下凤雨 眼神示意了什么 又看了眼九英灵 似乎在说 姐 这个是你情敌 抓抓呼的 两道人影 从虚界终一窜而出 早有准备的众人 第一时间看了过去 只见韩非带着一个很漂亮的妹子 笑盈盈地出现在众人眼前 凤青流 啊 这 韩非啊 你怎么又领回来一个女的 韩非直接瞪了凤青流一眼 心说你呀会不会说话 闭上个嘴怎么就那么不容易呢 下小禅目光略过凤雨 凤青成 最后落在九英灵身上 后者此刻也在看着她 不过眼神很平静 韩非就莫名觉得后腰软肉一阵生疼 心说女人的第六感啊 简直不得了 凤雨也很漂亮 你都得直接忽略过去了 九英灵就不行 可韩非似乎忘了 她在和下小禅神魂交融之时 很多事情 其实下小禅已经知道了 只是没有点破而已 凤雨有些疑惑 韩非要是把叶青禅带回来了 她也是能理解的 只是 这位是谁啊 最后 还是乐人狂打破了瓶颈 下小禅 哈哈 下小禅是你吗 张玄玉也是豁然起身 真相 竟然有五六分相似 神韵更是有九分相似 小禅 你还认得我不 凤心流一脸猛逼 下小禅谁啊 我怎么感觉我和你们的圈子 有点格格不入呢 凤青城顿时往凤心流手里塞了块肉 闭嘴巴你 下小禅和九英灵错开眼神对视 笑盈盈道 张玄玉 听说你都有孩子了 回头不得认我当干妈 张玄玉张了张嘴 哈哈 别说干妈了 你就提前准备好彩礼吧 等你儿子出事 还能往哪跑 呸 万一我生闺女呢 张玄玉 没事 你再生一个 呸 怎么不是你再生一个 完了 小禅闪到恶人狂身边 大咧咧地拍了拍恶人狂的肚子道 小狂狂 你怎么越来越胖了 我刚心得意匕首 恶人狂连忙摆手 你别 我警告你别啊 你捅飞去 他皮厚 急到炼体 金刚不坏 不疼 下小禅 看给你下的 下小禅见到故人 甚是欢喜 但也不能亮着其他人 只听他道 见过诸位 我是下小禅 韩非的 原配夫人 扑 磕磕磕 凤星流直接就喷了 震惊地看向下小禅 然后看向韩非 最后又在凤雨和酒阴宁间扫了扫 复杂 简直太复杂了 不行了 我还是吃饭吧 而韩非脸色也黑了起来 下小禅这话说的 什么叫原配夫人 这说的他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说的自己好像还有新夫人一样 然而 这话听在女人耳朵里 却生出异样 凤雨是不在乎 凤青城是好奇 九英灵则是眸中微微一亮 夏小禅并不似小时候那般懵懂无知 相反 他现在很聪明 只是简单的一句话 就让尴尬的场面稍缓许多 另外 也给了九英灵一些深思的空间 只有凤星流傻呼呼道 不是 韩非你这有点不地道了啊 你这 让我很难办啊 凤雨眼神似要杀神 诡异的笑看着凤星流道 你给我闭嘴 我和韩非 从开始就是在演戏 要不然今次添交会剧 我肯定要被逼婚 既然正主道了 我自然的说明白 小禅姑娘 我借你夫君用了一会儿 你不介意吧 夏小禅笑咪咪道 不介意 凤雨姐姐随便用 韩非 似乎感觉到夏小禅和九英灵之间还是有些尴尬 凤雨不由开口道 韩非 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过 叶清禅呢 韩非挑了块肉塞进嘴里 杀了 说着 韩非还掏出一块青铜碎片来 正是叶清禅掌握的那一块 扑着回不止是凤星流喷了 包括凤雨在内所有人都错愕的看向韩非 张玄玉 非 你认真的 岳人狂揉了揉脑袋 有第三个人看见吗 韩非 有千余人看见 岳人狂 凤星流震惊道 不是 你开玩笑的吧 奇迹森林的圣女 比武招亲的主角 你得杀了 你 完了 等离开渡神谷地后 你还是赶紧跑吧 现在南海神州这些人 可有不少都是冲着比武招亲来的 韩非则看向凤雨 麻烦大不大 凤雨也是揉了揉眉心 你让我想想先 我凤凰神族问题倒是不大 不过 南海神州你怕是带不下去了 而且 我也得跑路了 然而 只听夏小禅道 比武招亲会继续 奇迹森林的圣女 我会临时担着 嗯 张玄玉 我怎么没整明白 你们俩能得解释一下吗 待韩非和夏小禅 半遮半掩地讲完一切的之后 韩非 所以 所有的计划 都在这里了 奇迹森林 存在太久了 也该发生一些变化了 现在当务之急 倒不是比武招亲 而是 金铜碎片到底能开启什么 渡神谷地北部 北野平原 这里是渡神谷地最大的危险区之一 生活在这里的凶兽 其中有半数都走上了几道 各个都强的离谱 当韩非他们连续斩了数十只凶兽后 这有了进入北野平原的机会 众人顺着地图一直往北 直到韩非他们看见了太古神院 古妖族 飞仙楼 神妖灵 神东皇室的强者 还有一个剑修剑无道 有一块悬浮在天穷的残缺的青铜圆盘 当剑无道看见韩非的时候 目光冰寒 仿佛要杀人一般 只听韩非淡淡笑道 我说过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 剑无道看见韩非 杀意必现 如果不是周围势力众多 他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不过 青铜门即将开启之际 他倒没有这么做 而是语意中充满了杀意 我会亲手斩了你 韩非笑道 好啊 现在我人多 不欺负你 等有机会 你不来 我都会去找你的 韩非现在不出手 只是单纯的不想暴露太多 对付剑无道 只凭王韩这个身份是不够的 若现在真的动手 只会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没什么好处 除了剑无道外 韩非目光扫过 太古神院那边 有赵龙马等一印强者正看向韩非 眼神不善 古妖族那边来了上摆古妖 为首的是一个长发蒙面的刀修 非仙楼的人很好辨认 身上仙气十足 一山飞舞 一副出尘气象 神妖灵的陈芳草竟然并不是领头者 反而是一个少女 正好奇地打量着韩非这群人 而神东皇室 黄威显赫 一位黄袍青年坐在鞋架之上 那与东路竟然站在鞋架旁边 未曾想这位神榜强者竟然是神东皇室的人 韩非他们一群人到来 就显得有些怪异了 南海神州的凤凰神族 西荒的斩神寇 野火狂刀帮主 南斗的杀手 绝阴山的天骄子弟 幽灵海峡的一带天骄 看上去是个杂牌军 可这里面的人物单拎出来 都不简单 当然 除了凤心流和凤青城 这两个打酱油的 只听太古神院有强者道 凤凰神族 竟与南斗杀手和西荒匪寇结盟 当真是好大的胆子啊 却听凤鱼懒洋洋的回应 就冲你这句话 最好别让我碰到你 要不然你回去不了 哼 赵龙马冷哼一声 凤雨 你在威胁我太古神院 知道自己现在在做什么吗 凤雨 赵龙马 说话前过过脑子 你清楚南海神州是谁家的地盘吗 黑黑只听恶人狂开口 太古神院每年都有很多人在西荒历练的吧 怎么着 听你的意思 你是看不上我斩神寇了 韩非补充道 看来 以前是我们太给太古神院面子了 以至于他们都忘了西荒是谁的地盘了 越人狂和韩非一唱一贺 赵龙马也只得闭嘴 如果因为他掀起太古神院和西荒匪徒的战争 后果可不是一般的严重 以这些匪徒的性子 可能太古神院之人 再无前往西荒历练的可能 诸位 听我一言 却见神都王朝那位黄袍青年笑道 都是因缘际会 临时结盟 大家何必较真 青铜碎片 不知时隔多少万年才聚合一次 难道诸位想在这打生打死不成 有什么事 出了渡神古帝 慢慢论不好吗 飞仙楼的领头者也道 诸位 稀释宁人 渡神古帝已经开启五个多月了 什么时候关闭 谁也不知道 可莫要白白错失了机缘 凤宇怨然一笑 这说的还算有理 完了 凤宇一挥手 两块青铜碎片飞了出去 天穷上 一块圆形的青铜神盘 只岔了一脚 盘飞抬手间 又一块青铜碎片飞出 神盘合一 缓缓旋转起来 只见漫天阴阴的霞光 从神盘中一散而出 转眼覆盖了中围万里虚空 众人只觉有古老的腐朽气息 扑面而来 中围 场景变幻 天空变得黑暗 大地化作黑土 幽光在天地间流淌 古老的悬音 响彻在天地间 像是有人在吟唱 地上 一块巨杯 拔地而起 上面赫然刻着诸神坟场四个大字 旁边还有雪色小资浮现 神灵祭灭 神性永存 葬入神粉 以带来者 传承有序 无缘勿扰 造化乾坤 谁堪与共